第2141章回溯万年 然而 就在这时候 那仿佛已经走火入魔的于汉清等人 已是一路杀了过来 所过之处 血肉横飞 根本没有人能够阻拦住对方 更何况 那学灵王 铁手王和虎灵王等混沌万玉山的诸侯 全部都被控制 变得无比疯狂 即便是自己的属下 也丝毫不会留守 照杀不误 这时候 肖无踪手掌一挥 从他的手掌之间 便默然飞出了一张巨伞 巨伞撑开 顿时间 便将他周身的凌晨和唐玉柔都覆盖在了其中 砰 与汉清一刀招呼过来 砸在了那一道巨伞上面 却只是激起了一层剧烈的涟漪而已 并未能够攻破巨伞的防御 这把玉玲伞 是之前我在一除古遗迹中得到的 就算是虚神境强者 也无法破开这把宝伞的防御 所以我们一时半会之间 不必担心会受到威胁 肖无踪开口道 显然对于这一把玉玲伞的防御 颇有信心 肖师兄 我们往高台那边去吧 凌晨瞥了一眼前方混战的人群 目光却是已经一到了那回廊的尽头 那一座高台上面 赫然有着一方王座 以及散发出无尽威严的人影 那可是夜神本尊 这座宝藏的主人之所在 好 肖无踪眼中闪过一抹金光 然后便催动着手中的玉玲伞 将三人庇护在内 然后趁着这般混乱的场面 向着回廊的另一侧暴掠而去 然而他们身形才刚动 那于汉清等人却立刻尾随而至 不断地施展出凶悍攻势 落在那具散屏障上面 具散屏障上面 光芒剧烈波动 仿佛要裂开一般 不必理会 冲过去 感受到来自背后的压力 凌晨却是反而对着肖无踪立声喝道 肖无踪文言 也是面色陡然一鸣 旋即便加速暴掠而出 向着回廊尽头的高台冲了过去 然而 就在凌晨三人即将冲过回廊 登上那一座高台的时候 纳铁守王和血凌王等人 口中发出含糊不清的声音 已是涌了上来 悍然攻势 如同暴雨一般 落在了那具散防御上 弄擦 具散上面 陡然浮现出了一缕裂纹 看得肖无踪十分肉疼 这把御灵散可是他好不容易得到的宝物 如今即便只是损坏一丝 怕也是很难修复 不过所幸的是 凌晨三人还是冲上了高台 而于汉清和血凌王等人 则是在接近高台的刹那 仿佛是受到了什么无形威压的振折一般 竟是在目光一阵闪烁之后 便主动递退了回去 见得于汉清和血凌王等人退开 凌晨三人也是松了一口气 若是这些鬼东西冲上来的话 恐怕他们三人就得头疼了 摆脱了身后的危机 凌晨的目光 方才落在了这座高台上面 视线当中 整座高台上 千疮百孔 固满了密密麻麻的裂纹 坑洞那时经历过一场亘古大战的痕迹 视线望向高台的中央位置 能够看到那一方王座 而在不远处的王座之上 那里 俨然是端坐着一道极为挺拔威严的人影 整片天地间那弥漫着的王者气度 赫然皆是从这道人影身上散发出来的 此时此刻 凌晨方才看清楚这王座之人的模样 视线当中的 赫然是一名蓝衣青年 看上去只有二十多岁的样子 极为年轻 但却仿佛是天生的王者一般 散发出极为雄浑的气息波动 这位 应该就是这座洞府的主人 也就是那位所谓的夜神了 而在王座的前方 则有着另外一道人影 以半贵般的姿态 貌似拜倒在那位王座人影的面前 他的眉心 赫然有着一个空洞 显然是被冻穿了脑袋 但是他手中握着的那一柄长枪 却是刺进了那王座之人的胸膛 两败俱伤 灵晨摇了摇头 不过很快 他便发现这王座之人的身上 并不止这一处伤势 后者的身上 还有着其余十数处伤势 而且都是相当致命的伤势 杀死这王座之人的 并非是那一柄长枪 而是这十数到攻势叠加起来的威力 那等恐怖的杀伤力 毁灭了这王座之人的神体 这才令得这位精彩绝艳 镇古朔金的夜神陨落在此 当时的战况 究竟是何等激烈 以这位夜神族以和神王战平的实力 居然会重伤陨落 凌晨的目光微微闪动 他实在有些诧异 恐怕当初这座高台之上 必定有着众多强者围攻这位夜神 方才能够杀得了他 在凌晨沉吟之时 他的目光 也是和那王座上的夜神对视 忽然间 后者眼中似有着一某光芒闪动 下一刻 他整个人仿佛被漩涡陡然拉扯了进去 落入了无尽黑暗之中 凌晨感觉自己穿越了无尽时空 空间和时间的力量 在他的周身飞速流逝 转眼之间 周围的环境仿佛是回到了千万年之前 跨越了无数个时代 整片空间 都是充满着远古浩瀚的气息 王座的周围 不再有那千疮百孔的痕迹 而是一座华丽的宫殿 宫殿之内 无数强者向着那王座上的蓝衣青年参拜 俯首提尔 而那在宫殿的台阶下方 最为醒目的位置 则是有着四道人引触力 这四人 皆是身穿帝王服饰 气息强悍 深不可测 丝毫并不逊色于那王座上的蓝衣青年 凌晨的眼瞳猛然一缩 这四个人 竟然全部都是真神境级别的强者 而且还应该都是真神境巅峰层次的修为 可怕 这种人物 放在现在的冬域 乃至于整个武界之中 都是超级巨头 毕竟凌驾在这等人物头上的 只有传说中至高无上的神王了 此时 这华丽的宫殿之中 这四位强者 脸上皆是露出笑容 向着王座上的人引拱手道贺 仿佛是那位夜神的好友一般 但是 这般表面的繁荣并未维持多久 突然就被打破 那台阶下方的四名超级巨头 毫无征兆间 忽然抱起出手 不约而同地对王座上的蓝衣青年发动偷袭 第2142章亘古大战 几乎没有任何的预兆 这四尊超级巨头便悍然出手 他们每个人的攻势打出去 那都是天崩地裂 日月破灭 一瞬间 整座宫殿都是炸开 所有的静置 阵法 都承受不住这等恐怖的力量 就连宫殿内的大片人影 都是纷纷爆开 变成了血雾 惨烈无比 宫殿化为废墟 暴乱的虚空显现出来 那夜神的身形也是现身 但是他的气息明显减弱了不少 显然在刚才那等偷袭之下 已是身受重伤 然而 那四尊超级巨头却并没有停手的打算 在偷袭的手之后 他们便紧接着发动第二波攻势 四尊超级巨头 皆是再度悍然出手 将虚空都是打穿 似要将夜神碾成鸡粉 但是 这时候 处于极度烈士下的夜神 却是默然抬其手掌 然后仿佛只是简单地当空一画 顿时间 空间便被画出一道裂缝 这一道裂缝 生生地印在了一尊超级巨头的身上 扑斥一声 生生地将他的肉身给劈成了两半 一击便险些杀死一尊超级巨头 凌晨心中震撼到了极点 同样都是真神尽强者 这台阶下四人的修为比这位夜神甚至还要更强 但是却连后者一级都承受不住 若不是先前这四大超级巨头 抢先出手 重创了这位夜神 恐怕这一击便能够将刚才那位巨头生生击杀 但是即便这夜神出手凶悍 长出灭士 但是奈何他之前已经承受了袭击 身受重伤 其余三大巨头趁机联手攻击夜神 悍然攻势 已是对着后者笼罩而下 然而 即便是重伤之躯 这夜神却是再度将这般攻势给硬抗而下 然后悍然反击 一拳轰杀而出 这一拳 拳破万古 重重地命中了另外一尊超级巨头 将后者给直接轰成了粉末 太强了 凌晨心中震动 这宝藏主人未免也太强了点吧 真神境巅峰级别的强者 居然一下一个 任意一级 就能轻易轰灭 但是 实力达到真神境巅峰这个级别 肉身已经转化为神体 即便肉身破碎也死不了 视线当中 只见得将被集成粉碎的两大巨头 身体迅速地重新凝聚起来 显然并未陨落 只是元气大伤而已 四尊超级巨头沆瀣一气 继续围攻那半空中的蓝衣身影 终于 在他们早有预谋的围攻之下 这位夜神终究还是寡不敌众 神力耗尽 神体都被打碎 行将陨落 但是 他在临死之时 却是发出了志强的意志 将最后残余的力量都聚集在了一起 然后向着前方的一道人影猛然点了过去 扑斥 指尖迸发出一道毁灭光束 将那最前方的一名超级巨头的眉心洞穿 后者的双眼之中 随即生机涣散 彻底陨落 一尊真神竟巅峰层次的强者 死 他的神功已经被毁灭 彻底死亡 但是 这一尊超级巨头手中的长枪 也是刺进了夜神的胸膛之中 将后者体内的最后一丝神力泯灭 刹那间 夜神的身体之内 便陡然爆发出一股惊人的狂暴波动 整具身体都便急不稳定起来 而那剩下的三大超级巨头 见到这一幕 都是大惊失色 旋即其中唯一没有受伤的一人突然出手 寄出了一张空间神符 打入了深厚的虚空之中 骚然间 空间崩塌 出现了一道漩涡 将三人给卷了进去 但是 整片空间 却是在这夜神的身躯泯灭之中 迅速溃散 归于虚无 所有的人影 皆是在这股毁灭的冲击下 身体化为了虚无 而在这夜神泯灭的刹那 整片天地 也是随之崩塌 眼前一切景象都归于虚无 回到了现实世界 周围 重新回归了那等千窗百孔的场景 凌晨只感觉身体打了一个机灵 只见得前方那王座上的人影 眼中那一抹光芒已是消失 原来刚才那等场景 全是幻觉 那等幻境 怕正是在那千万年之前 这片空间曾经发生过的事情 在被偷袭的情况下 一人独占四大真神镜巅峰强者 急杀其一 重伤其二 这等战机 堪称是正古朔经 绝无仅有 真不愧有着第一真神的名号 凌晨此前对于这宝藏主人夜神的实力 没什么概念 但是现在 他算是明白 对方的实力究竟有多恐怖了 震撼之余 凌晨却并未发现 那前方王座上的人影 似乎突然释放出了一股古老的光芒 这般光芒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将王座上的人影笼罩在内 其意无比 在这同时 凌晨感觉自己浮屠界中的悬天残印 净是变得不安分了起来 而后净是主动递从戒指当中飞了出来 向着那王座的方向靠拢过去 凌晨脸色一惊 他正欲收回这一枚悬天残印 奈何此物却根本不受他控制 反而是加速向着那王座的方向飞了过去 翁 全天残印静止飞出 然后在那王座人影的上方停了下来 下一刻 他便发出一阵翁鸣的声音 紧接着一缕缕古老的蓝色光芒 便从其内部渗透而出 落在了那下方的王座人影身上 在这一缕蓝色光芒洒落而下的刹那 王座上的夜神身体 也是寸寸地消散了开来 那蓝色光芒所照耀之处 从头到脚 紧接归于尘埃 而随着这一道蓝色光芒的扩散 整座高台 都是陷入了扭曲之中 光芒一直在扩散 当其扩散到那外面回廊上的时候 原本那正在大开杀戒的于汉青 血灵王等人 一个个都是变得安分了起来 目光皆是移向了那王座的方位 那眼眸中的狂暴之意 竟是开始转变成了丝丝的虔诚 感觉到了这般一变 凌晨也是忍不住眼瞳一缩 因为在那视线当中 那消失的王座之上 耀眼的蓝光之中 竟是有着一道投影 从那其中浮现了出来 这一道投影 赫然是一名蓝衣青年的样子 其模样 正是凌晨方才在幻境中 所见到的夜神无遗 第2143章太虚神经 发生了什么 肖无踪和唐宇柔 皆是有些惊诧莫名地看着凌晨 刚才他们分明看到 从凌晨的身上飞出了什么东西 然后周围的天地 方才发生了这般异变 凌晨刚才 究竟做了什么 对此 凌晨只能是无奈地摇了摇头 他完全是在云里雾里 这玄天残印自己飞了出去 和他着实没什么关系 好运的年轻人 想不到你能持有玄天残印 并找到这里 看来是与本作有不小的缘分 那一道蓝衣青年的投影凝聚而成的刹那 其目光便落在了凌晨的身上 脸上随即浮现出了一抹笑容 被一名看上去自己年纪差不多的家伙称呼年轻人 凌晨心中有种怪怪的感觉 不过在幻境中见识了对方的实力后 凌晨现在对于这蓝衣青年可不敢有丝毫的小觑 对方即杀真神镜巅峰强者 可是犹如杀狗一般轻松随意 这种级别的人物 即便是放在现在的冬域当中 那也是立足于冬域金字塔顶尖的恐怖强者 仅次于神王的存在 恐怕就算是神王 恐怕都压不住此人 这一切 或许都是冥冥之中的定数 凌晨向着这位夜神拱了拱手 他这句话 并没有什么刻意奉承的意思 而是有感而发 这一枚玄天残印本就是他偶然锁的 还是从白云空那等小人物的手里面得到的 那个时候 谁能料到 这不经意中的来的东西 会和眼前的这位爵士强者搭上关系 没错 夜神点了点头 那深邃的双目中却闪过了一缕金光 道 我的本尊陨落至今 已于千载 在如此漫长的时间里 强者是去 天交纵横 却唯有你能持悬天残印来到此地 或许 这就是天意 天意派你前来这里 成为夜某的朋友 朋友 听到这个称呼 凌晨却是愣了愣 一般这种情况下 不都是称呼传人 继承者什么的 毕竟他有缘来到这里 总会获得点对方的传承之类的 这位夜神却说自己是他的朋友 小兄弟 你不必惊讶 我说你是我的朋友 而非传人 没有别的意思 夜神淡淡一笑 玄机接着说道 我之所以这么说 那是因为我虽然神体被毁 神力散尽 但是我本人并未陨落 而是留下了一里真灵下界轮回 终有一日 我会重返五界 斩杀偷袭我的三个卑鄙小人 重镇昔日荣耀 或者说不定 我现在人已经身在五界了 什么 凌晨眼神一惊 惊诧莫名 在刚刚那扳毁天灭地的大战之下 这夜神居然还没有完全陨落 而且还留了一丝真灵落入下界 准备重返五界 回来复仇 他有预感 若是这位夜神真的回归五界 恐怕必然在整个五界之中 掀起滔天大浪 小兄弟 你有缘分不浅 今日你有幸到此 岂能让你空手而归 本座 现在就赐你一场造化 笑声落下 夜神的眼中骚然闪过一抹金光 悬截他手掌一挥 整座高台便剧烈动荡起来 弄擦一声 只见得这一座高台的中央 漠然裂出了一道粗大的裂缝 从那裂缝当中 喷射出了一道惊人的光柱 那光柱之内 赫然有着一道异常璀璨的光芒 浮现了出来 夜神只是隔空一抓 化为一道光手 便将那一道璀璨的光芒 从那光柱之中抓了出来 其上的光芒陡然消散 浮现出来的 赫然是一块紫色的神经 约莫人头大小 散发出无比古老和精纯的波动 此物 名为太虚神经 乃是域外无极星空 一落至五界的宝物 此神经 乃是远古锻造神师 铸造太古神器的主要材料 珍惜无比 此等宝物 哪怕只是融入一丝丝 进入你腰间的神器宝剑之中 都能够改善其品质 将其晋升为天神器 甚至于九星天神器 夜神的声音 犹如惊雷一般朗朗传开 太虚神经 九星天神器 这般话音传开 立马引起了一阵喧哗之声 想不到这夜神四与凌晨的造化 居然是一枚太虚神经 九星天神器 那可堪称是这世上最顶尖的神兵利器了 除非是太古神器 才能胜过一筹 但是太古神器 乃是太古时代遗留下来的神器 如今世上已经无人可以铸造而出 所以就当是能够铸造出的神兵利器而言 九星天神器 已是极限的存在 像方才于汉清所得到的那一柄天神器宝刀 只是一柄残破的一星天神器而已 但却已经引起了疯狂抢博 可想而知 九星天神器的存在 珍惜度有多高 太虚神经虽然珍贵无比 但是对于凌晨师弟这个级别而言 却并不实用 倒还不如干脆四语凌晨师弟一把天神器宝剑来得直接 肖无踪摇了摇头道 太虚神经的确是天地罕见的远古宝物 但是凌晨得到 真用来提升自己那柄配件的品质 那就太抱舔天物了 一柄低级的神器宝剑 就算是将这一枚太虚神经悉数地吸收 最终又能够提升到多高的程度 恐怕提升到一星天神器的地步 都有些旋 所以他才说 还不如直接赐予一柄天神器宝剑来得有价值 的确 这位夜神前辈为何偏偏要将此物送给凌晨师弟 难道说 他没有什么其他好东西送了吗 唐宇柔也是真了真手 十分认同肖无踪的说法 这太虚神经 的确滑而不实 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用处 怎么可能 这位夜神号称五界第一真神静强者 实力之强大 足可和神王争锋 他的手上 可是有着一件足以令得整个五界的真神静强者为之 发狂的宝物 据说连诸多神王都十分眼热 那件宝物 才是这座宝藏的核心 肖无踪的眼神闪烁不定 沉默宝物 唐宇柔翘脸有些疑惑地问道 沉默图卷 肖无踪眼中金光暴射 一字一顿地道 第2144张魔宫之人 多谢前辈 凌晨将这一枚紫色的太虚神经收下 心中却是十分欣喜 这枚太虚神经对别人来说是华而不实 但是对他而言 确实刚好能派上用场 而是能派上大用场的东西 他的飘雪剑 现在虽然只是神器级别 但是却神秘无比 拥有着深不可测的力量 若是能够提升到天神器的层次 说不定 他就可以解开飘雪剑的秘密 进一步激发出其真正的潜力 此物 对他而言真是恰到好处 凌晨甚至都有些怀疑 眼前这位夜神 是不是都已经看穿了他手中 这把飘雪剑的隐藏潜力 所以才会将太虚神经赠送给他 并未犹豫 凌晨便立刻将这枚太虚神经丢进了浮屠界之中 好了 宝物你们已经得到 你们本次的探报之旅 就此结束吧 在将太虚神经交给了凌晨之后 夜神也是笑看着众人 嘴角浮现出了一抹笑容 道 结束 肖无踪和唐宇柔等人皆是一愣 他们好不容易来到这里 到这里就结束了 虽说凌晨已经得到了四语 但是他们总觉得还是少了些什么 然而 就在这时候 那远处的天际 突然有着破风声响撤起来 众人皆是寻声望去 只见得那视线当中 竟是有着一阵魔云不知何时涌动而至 然后转眼之间 已是席卷至了这片头顶的上空 那是 唐宇柔的俏脸也是微微一变 从那一片魔云之中 赫然是能够感受到一股浓浓的魔气波动 旋即他的眼瞳便微微一缩 不好 是魔宫的人 魔宫 这话一传开 立马便引起了众人的一阵恐慌和哗然 魔宫的人 怎么会突然降临这里 之前在那四象山中活跃的人马 可没有魔宫强者的踪迹啊 对方是什么时候得到的消息 不愧是五界第一真神 传说中的强者 随意出手 就是太虚神经这样稀释罕见的宝物 果然是大手笔 魔云之中 一道人影当先踏出 却是一名身穿香金边黑袍的威严青年 他头戴平天罐 细雨轩昂 威灵八方 凌晨见到此人模样 也是第一时间便将此人给认了出来 正是当初在苍龙秘境之中 想要和他抢夺苍龙之精的圣魔太子 圣魔太子 所有人自然都认得这魔宫中的这一尊年轻巨头 在见到此人的刹那 所有人都是面色一尘 这圣魔太子 可不是个好应付的主 是你 手下败将 居然还敢现身 凌晨的目光 只是在圣魔太子的身上轻贴了一下 便是淡淡地开口道 混账东西 你说什么 圣魔太子一听这话 脸色一下子就拉了下来 变得铁青无比 上次败给凌晨 会溜溜地撤退 简直就是他毕生的耻辱 现在凌晨居然敢在如此大庭广众之下提出来 狠狠地扇他的巴掌 你要不是凭借着苍龙之精的外力 实力短暂大增 否则你以为你会是本太子的对手 本来 他上次前往苍龙密界 夺取苍龙之精 那是十拿九稳 却没想到 半路杀出个凌晨 生生地从他的手里夺走了苍龙之精 只有弱者才会会自己的失败找理由 凌晨嘴角掀起了一抹讥讽的弧度 你想找死 圣魔太子眼中陡然闪过一抹凛冽杀意 他身上的魔道真气漠然喷发 然而 就在他正准备杀向凌晨的时候 从那一片魔云之中 却是探出了一只手掌 按在了圣魔太子的肩膀上 将后者的拦了下来 太子稍安勿躁 我们此行有任务在身 若是的不到那一件东西 我们无法向月神交代 从那黑云之中 走出了一道黑衣男子 此人体型颇为雄壮 气息强横 脸上戴着一张轻面獠牙的厉鬼面具 却俨然正是一名达到了虚神境层次的强者 太子何必与一个数子斤斤计较 此番夺取这真神宝藏中的神魔图卷 才是我等的第一要物 等神魔图卷到手 你想怎么处置此人都行 魔云之中 又是一名魔宫强者踏步而出 气息雄魂 不逊色于先前之人 同样是戴着面具 修为强大 好多虚神境强者 唐宇柔的俏脸上浮现出一抹震动之意 那视线当中的魔云当中 除去那现身的二人之外 隐约之间 似还有招数到黑影显现而出 无一例外 竟都是达到了虚神境的层次 看来此番魔宫也是花了大力气了 对这神魔图卷 怕是志在必得了 肖无踪的眼中光芒微微闪动 此时 在那半空之中 圣魔太子这才压抑住胸中的怒气 沉声道 既然二位长老都如此说了 那便先让这小子多活一回儿 全集 他的视线方才一到了那夜神残灵的身上 对着后者笑盈盈地道 夜前辈 您老人家也只剩下一缕残灵在这里 我们也不想对您老人家的亡魂不敬 所以 您还是干脆一点 直接把神魔图卷交给我们吧 看来 你们对本座很了解啊 居然还知道神魔图卷在我的手里 夜神的面色依旧淡然 脸上挂着一抹淡淡的笑容 道 不过可惜神魔图卷这东西 你们驾驭不了 而且本座也没打算将此物交给你们 那你是敬酒不吃吃发酒了 圣魔太子的脸色立刻就冷了下来 如果这夜神还活着 他自然不敢如此说话 别说他了 就算是他们背后的人物 在此人面前都只能恭恭敬敬 俯首贴耳 但是现在就不一样了 这尊爵士强者现在只剩下一道残灵 根本不足为惧 一个死人 他何必跟条哈巴狗一样跪舔 对方又不能把他怎么样 几位长老 既然也前辈不想和弃生财 那咱们也无需客气了吧 圣魔太子偏过头看向身后的一众魔宫人影 眼中已是充满了森冷之意 话音刚落 那墓云之中 又有着两道黑影踏步而出 澎湃的魔器 从他们身上散发席卷而开 加上先前那两名虚神境层次的魔宫长老 便是足足有四尊虚神境层次的魔宫长老 滔天磨威 骚然从那上空之中镇压降临而下 第2145章混战 看这样子 这些人是打算要出手强夺了 眼下这魔宫一次性就出动四名虚神境强者 也是下了血本 看样子 是对这神魔图卷是在必得了 想要出手抢 还得看你们有没有这个本事 夜神的表情 并无一丝的慌乱 他只是手掌唯唯一招 那后方的于汉清 血灵王 铁手王和火灵王四人 双眼之中也是陡然闪烁起了一抹蓝色光芒 然后四人便皆是挺身而出 各自释放出自身的气势 迎向了那魔宫的四名虚神境长老 这于汉清等人 已是成为了夜神的仆纵 如今自然是听从夜神的指示行动 就凭这几个歪关烈枣 也想拦住我们魔宫四大长老 圣魔太子的眼中 浮现出了一抹讥讽之意 他身后的四名魔宫长老 实力都达到了虚神境的层次 可不是先前那幽冥四老那等家伙 可以相提并论的 更不是血灵王 铁首王和虎灵王这等山中匪寇能比的 想凭借这等杂鱼角色阻挡他们魔宫精锐 简直是痴心妄想 在圣魔太子化音刚落之际 那四名魔宫长老 已是悍然出手 向着血灵王等人冲了过去 厮杀混战在了一处 然而 即便那魔宫四大长老实力强横 攻势强大 但是那于汉清和血灵王等人 在战斗的时候 眼中的蓝色光芒 却是越来越吃烈 而随着这般变化 他们的实力 也是取得了显著的提升 即便是那魔宫四大长老公是相当猛烈 这一时半会之间 竟也是难以从他们手中突破 这个信业的 都已经死了这么久了 还不消停 将这一幕看在眼里 圣魔太子的脸色也是不由得一尘 而后他便默然对着身后的黑云挥了挥手 森冷的声音便陡然从口中传荡出去 别愣着了 全部都给我动手 把这里所有的无关人等全部解决掉 是 一阵十分奇整的声音从那黑云之中传了出来 下一刻 伴随着滔天的破风声响车而起 一道道黑影 便陡然从那黑云中暴射而出 化为一道道黑色流星一般 悍然地向着地面上的人群冲了过去 这些魔宫强者 各个实力不弱 而且人数众多 只往着众人杀奔而来 此时的凌晨 也早已拔出了腰间的飘雪剑 那魔宫寺大长老已经被阻拦住 其他人 对他并没有太大威胁 凌晨小子 今天就让本太子亲手来将你解决掉 在周围的天地已经完全陷入厮杀当中的时候 凌晨的面前也是有着一道年轻的人影落下 此人覆手而立 气息狂傲 森冷的目光碧腻地看着凌晨 那副模样根本就没有把凌晨给放在眼里 那四位魔宫长老让他把精力全部都放在神魔图卷上 但现在神魔图卷的下落未知 若是不将这些障碍之人全部清理掉 怎么来找出神魔图卷的下落 因此趁这个机会倒不如也顺便将凌晨给除了 只怕光凭你还做不到 凌晨脸上的表情没有丝毫变化 淡淡地道 我做不到 圣魔太子的眼瞳一缩 旋即便涌上了一抹饥讽之意 历生喝道 你说本太子做不到 我现在就把你的身体打碎 把你的神功揪出来 让你自己好好看看 我是怎么把你送上西天的 说吧 他猛然探出手掌 隔空一抓 滔天魔器便在他的手中急速汇聚 凝聚成了一杆锋利的黑色魔枪 然后黑色魔枪一扫 便隔空对着凌晨狠狠地动穿而来 死去吧 这一枪 犹如允星 刚刚刺出 便仿佛将虚空的距离给忽略掉 转眼已经抵达了凌晨的面前 似要将凌晨的头颅动穿 神龙护体 就在这允星般的枪盲洞穿而下的刹那 凌晨的眼中 也是漠然闪过一抹金光 旋即爆吼一声 龙吟之声 陡然响彻而起 一道磅驳到了极点的黄金龙影 从凌晨的体内陡然汹涌而出 直接从凌晨的天灵盖位置冲了出去 震天动地 正好和圣魔太子洞穿而下的枪盲狠狠碰撞 伴随着一道惊天碰撞声响彻 两人的身体 几乎在同一时间倒退了出去 皆是倒退了数百米之后 方才停顿了下来 稳住了身体 什么 怎么可能 圣魔太子的眼睛瞪大 眼中顿时流露出不可思议的神色 他的一枪 居然被凌晨给挡了下来 后者何的何能 居然能够和他平分秋色 要知道 之前在苍龙秘境的时候 他看凌晨 还只不过是一只蝼蚁而已 完全是一个无名之辈 后来也不过是靠着 窃取了苍龙之精的力量 方才将他击退 但是 凌晨本身的实力 应该完全不可能能够和他媲美才对 然而眼下 对方却凭借着自身实力 和他正面硬拼了一技 却丝毫不落下风 这怎么可能 这才短短一两个月的时间 这凌晨就取得了如此进步 实力直接跨越势地提升到了能和他分庭抗礼的境地 这圣魔太子 果然十分强横 目光落在了不远处的圣魔太子身上 凌晨心中也是唯唯一惊 方才那一级 那是他现在对于神龙之气的最强运用 连于汉清都抵挡不住 而用在这圣魔太子的身上 却是并未有太大的效果 没有形成太过有力的威胁 此人 当真不愧是魔宫青年一代中的杰出人物 天之骄子 号称连虚神尽强者都曾击败过 不是与汉清这种家伙能够相提并论的 和此人对上 倒是不能有半分的大意了 混账东西 看来今天 本太子要拿出点真本事来了 圣魔太子目光凝望着凌晨 眼神一沉 旋即他便将周身的魔气催动开来 磅礴的魔气 在他体内神力的牵引之下 形成了一个个神力漩涡 疯狂地将周遭的魔气给吸扯进去 壮大着他的气息 这圣魔太子虽然还没有完全突破到虚神境 但是实力达到半部虚神境层次后 体内便会诞生出一丝神力出来 而眼下这圣魔太子 便正是动用出体内仅有的神力 在酝酿着空前强大的招数 第2146章天魔长老 无尽的魔气 汇聚而至 最后悉数地聚集到了圣魔太子的身后 化为一道黑洞 黑洞之中 仿佛有着一颗巨大的黑色星辰凝聚出来 天魔星报 圣魔太子大喝一声 身后的黑色星辰陡然爆发 在这圣魔太子一拳打出的刹那 向着灵晨轰射而去 面对着这圣魔太子这般猛攻 灵晨也是猛然一箭横扫而出 见昭和体内的神龙之气合为一体 席卷而出 同那一颗飞出的黑色星辰重重碰撞 碰龙 两道公式轰然撞在一起 犹如两颗彗星相撞一般 在天际激发出极为恐怖的涟漪 在整个天空之中剧烈波动开来 见得这般波动席卷 那众人的眼中也是浮现出了一抹惊诧之意 这般交手的动静 已经丝毫不逊色于虚神境层次的交手了 这魔太子的实力不用说 但是这凌晨 怎么也会拥有如此强横的实力 这怎么可能 两人的修为 可是差的不是一星半点啊 那差距可犹如鸿沟一般巨大 不简单那这小子 不远处 那夜神眼中闪过些许的金光 看向凌晨的目光中 多出了一些感兴趣的神色 隔着如此多的境界差距 凌晨居然能和圣魔太子抗衡 任何人看了 只怕都会震惊 又一招无成 圣魔太子忍不住脸色一沉 先前那招他没出全力 被凌晨化解了还说的过去 但是这第二招又被凌晨挡住 这就说不过去了 好小子 我倒要看看 你能撑我多少招 圣魔太子岂能轻易善罢甘休 更何况 他身为魔宫的天之骄子 还有很多手段都没有用出来 真到了那地步 他就算是费点手段 也要把凌晨给解决了 可可 就在这时候 突然间 从那后方的黑云之中 传出了一道十分苍老的声音 令得圣魔太子脸色一变 他连忙收敛气息 脸上浮现出了一抹恭敬之色 从那黑云中踏波而出的 赫然是一名黑衣老者 这名黑衣老者 面容枯瘦 形容犹如厉鬼一般 出现在了众人的视线当中 天魔长老 在这名枯瘦的黑衣老者现身的上那 圣魔太子便向着这名黑衣老者拱了拱手 神色极为恭敬 这老头 好可怕的修为 不远处 唐宇柔心中震惊 这名枯瘦的黑衣老者 身上散发出的气息可不一般 比起之前的那魔宫的四名长老 无疑都是要强上许多 恐怕是达到了虚神境二重天以上层次 年轻人还是靠不住啊 没想到 终归还是得我这把老骨头出马 这位天魔长老一出场 便是镇压住了全场的气势 所有人都是面色一变 没想到这魔宫的人马当中 居然还隐藏着这等修为层次的强者 事情的发展有些出乎意料 不然的话 我一定能够掌控局面 漂亮地完成任务 圣魔太子咬了咬牙 上次的失败 对他而言已经是一次重大的挫折 这次如果再失败的话 他都没什么脸面再回去了 这次 可是有着诸多魔宫的长老 随同他前来 可以说为了这真神宝藏中的神魔图卷 他们这次是真的下了血本了 不必说了 整这么多魔的字干什么 天魔长老那漆黑无光的瞳孔在人群中扫过 最后落在了那夜神的残灵身上 眼中陡然闪过了一抹森冷之意 神魔图卷是这位夜神之物 只要将他这一缕残灵给擒住 拷问一番 我们不就自然知道神魔图卷的下落了 说吧 这天魔长老也是陡然身形一闪 那枯瘦的身体便陡然消失在了原地 下一刻出现之时 已是在那一道夜神残灵的头顶上方 然后伸出那干瘦的手掌 明为一道万丈魔爪 向着下方的夜神残灵悍然震压而下 不好 凌晨面色默然一变 没想到这天魔长老的目标 竟然撇开了所有人 直接瞅准了夜神 虽说这位夜神以前的确是整个五届的风云人物 但是对方早就已经陨落 现在就只剩下一缕残灵而已 怎么抵挡得住这位天魔长老的攻势 恐怕逃不过被镇压意图 面临着这天魔长老突如其来的攻势 夜神的脸色 却并没有太大的波动 只是微微一凝 然后他便探出手掌 从他的手中 浮现出了一抹璀璨的金色光芒 在这一抹金色光芒之中 能够看到一朵金色的花朵 沐浴着光芒迅速地生长了起来 转眼之间 便已是生长成了一朵华丽威严的巨大花朵 将夜神的残灵身体 给西树笼罩在了其中 轰 滔天魔爪轰击在了那一朵华丽威严的花朵上面 却是陡然爆发出惊人的冲击波 但是这般冲击 却是并没有将金色花朵轰碎 而是紧紧地交织在了一起 迸发出万千火星 区区一道残灵 也想挡住老夫 开什么玩笑 天魔老人眼中闪过一抹极为森冷的光芒 旋即它便陡然加大了力度 体内的一道道液态般的黑色流光涌动而出 如同体炼一般 狠狠地灌注进了那一只黑色的魔爪之中 魔爪之上 光芒陡然变得极为耀眼了起来 将那金色花朵撕裂开来 而在此同时 那夜神身体周围的地面 也是漠然殴陷了一分下去 密密麻麻的裂纹 从那一朵金色花朵上面浮现了出来 一副行将崩溃的模样 以一道残灵的力量 即便是这夜神 也依旧是抵挡不住天魔老人这等强者 没想到连一只须神境的蝼蚁都斗不过了 真是虎落平阳被犬气啊 将那金色花朵上面密密麻麻的裂纹都看在眼里 夜神的眼中 也是漠然闪过一抹无可奈何的神色 屈神境二重天境界 这种修为 连给他当护卫的资格都没有 而且还是一个看上去快要入土的老家伙 这种家伙 更是潜力已尽 根本入不了他的法眼 但是现在 却正是这么一个老家伙 现在却快要把他逼得无路可退了 这对他堂堂夜神而言 无疑是十分地嘲讽 第2147张援军 给我镇压 见得这夜神形将被镇压的样子 天魔长老眼中的绿色 顿时变得愈发浓郁起来 他陡然一声大喝 那一道万丈魔爪 便再度膨胀了一分 眼看就要将夜神的残灵给生生镇压 而夜神的身影 则是愈发地暗淡了一分 然而就在这时候 从那远处的虚空之中 却是猛然有着一道银白色的剑芒飞射而来 狠狠地将虚空撕裂 然后眨眼之间 便是抵达了众人的眼前 在那一道道震惊的视线当中 轰射在了那一道万丈魔爪之上 扑斥 几乎是没有任何的悬念 这一道银白色的剑芒 便将这道万丈魔爪给生生动穿 留下一个大窟窿 银白色的剑芒犹如一道惊鸿般 从半空中穿射而过 而就在他将魔爪给动穿的刹那 那一道魔气森然的万丈魔爪上面 丝丝裂纹 顿时犹如珠网一般蔓延而开 填补了那一道魔爪的全身 砰的一声 魔爪轰然暴碎了开来 天魔长老整个人邓邓地倒退了树步 方才稳住了身形 那一双浑浊的双眼之中 毫无疑问有着一抹震惊之意 涌动而出 他的目光循着那剑芒的方向望去 只见得那视线当中 不知何时 已是有着一名银袍女子 正脚踏着飞剑 身形闪烁之间 便已来到了那不远处的上空中 刚刚出招之人 正是这名银袍女子 银袍女子身段曼妙 她的脸上戴着面纱 将容颜给遮住 平添了几分神秘色彩 凌晨的眼中 也是陡然浮现出一抹诧异之色 这神秘银袍女子 究竟是什么人物 居然如此厉害 一出手 竟然能够破掉 这天魔长老的招数 着实不凡 赤二师姐 就在凌晨惊诧之间 一道惊呼之声 却是默然从耳边传了过来 凌晨偏过头去 只见得唐宇柔的翘脸上竟皆是兴奋的神色 那般表情 仿佛是见到了救星一般 二师姐 凌晨的眼中泛起了些许的了然之色 这位银袍女子 就是二师姐韩月姬 难怪 此女可以轻易破掉这天魔长老的招数 原来 她就是自己那位大名鼎鼎的二师姐 陈建峰的二师姐 陆玄通的二弟子 麒麟榜上的天之娇女 这就不奇怪了 本以为韩师姐或许被什么事情耽搁 不会来了 没想到最终还是把她给盼来了 肖无踪的脸上露出了一抹笑容 这女人从哪冒出来的 不远处 圣魔太子的脸色却是阴沉无比 本来眼看天魔长老就要将那夜神的残灵给镇压了 却没想到突然杀出来个银袍女子 将天魔长老的招数集成粉碎 此时的天魔长老 老脸也是有些难看 看向那已是飞速接近过来的银袍女子 那两眼之中 已是多出了一丝的忌惮之意 对方能够如此轻易地破掉她的招数 可见实力非同一般 不是什么简单角色 阁下是什么人 天魔长老的目光 落在了银袍女子的身上 眼中森冷光芒闪动 玄吉方才接着说道 我们魔宫办事 阁下最好少插手 以免给自己惹祸上身 我今天还偏偏就要插手 银袍女子的身形 落在了这座高台之上 她的一双凤幕之中虽然十分平淡 但是从她身上散发出来的那一股压迫力 确实丝毫不弱 你以为 我不知道你们打的什么算盘 银袍女子的嘴角掀起了一抹弧度 你们魔宫仲今日如此兴师洞众前来 不就是为了得到这真神宝藏中的神魔图倦麻 只可惜 夜前被瞧不上你们这些魔宫妖人 你们今天 怕是的要空手而归了 空手而归 就凭你 圣魔太子的眼中浮现出一抹讥讽之意 本太子 你这女人确实有两下子 但是就凭你孤身一人 便想要阻止我魔宫的大忌 是不是有些太不自量力了 在他话音落下之际 那周围的战圈 却已是出现了明显的导向 各大宗门和混沌万玉山的强者 显然不是魔宫之人的对手 在魔宫强者极为有序的联手攻势之下 已经死伤惨重 被分割包围 陷入了困境当中 至于那于汉清 血灵王和铁手王等人 都被那魔宫寺长老重创 其中于汉清已经被一名魔宫长老给削掉了脑袋 命丧皇权 将这一幕看在眼里 凌晨也是忍不住皱起了眉头 这些魔宫长老 虽说在修为上并没有比于汉清和血灵王等人高出太多 但是毕竟实力要强大得多 一旦这魔宫寺长老腾出手来 他们这边就危险了 圣魔太子的脸上 顿时浮现出了一抹笑容 眼下局势对他们无疑是极为有利 应该不需要费多大力气 就能够拿下眼前这些不是抬举的家伙了 谁又告诉你说 我是孤身一人了 然而韩月姬对此却丝毫不慌 他的嘴角反而是掀起了一抹弧度 让得那圣魔太子面色陡然一变 玄机那附近的半空中 紧接着 便有着密密麻麻的破风声响彻而起 众人皆是抬起头望向天际 只见得在那天空之上 赫然有着数十个黑点出现 纷纷显现出了身形出来 其中俨然有着数到十分强大的身影 从他们的身上 散发出相当惊人的气息 在那些人影当中 既有着春秋门的弟子 也有着月相踪的弟子 而统领着这两方弟子的 分别是一名黄衣青年 和另外一名白袍女子 这一男一女 皆是实力不俗 虽然无法和韩月姬相比 但也毫无疑问 都是春秋门和月相踪中 极为杰出的真传弟子 其修为 竟皆是达到了虚神境的层次 江城师兄 温宁师姐 数道呼声 几乎在同一时间喊出了喉咙 所有的春秋门和月相踪 弟子皆是面色惊喜 这两个人 都是两大宗门之中 实力十分顶尖的真传弟子 两人皆是年纪轻轻 就踏入了虚神境 在宗门的地位 比长老都还要高 第2148章神魔图卷 这两人率领春秋门和月相踪的 弟子到来 无疑是雪中送炭 来得正是时候 但是 即便是这江城和温宁二人到来 他们在见到那黑压压的魔宫强者时 脸色也是骚然凝重了起来 他们的师弟师妹通知他们 这座真神宝藏下落的时候 可没说 这里还有如此多的魔宫强者 如果只是几只魔宫的臭鱼烂虾 那还好说 但是眼前这些魔宫强者当中 可是还有着好几名魔宫长老存在 两位 别来无恙 就在这时候 一道女子的声音传了过来 这江城和温宁二人皆是循着声音望去 只见得那视线当中 赫然是一名戴着面纱的银袍女子 韩月姬 没想到你也在这里 两人自然都不会不认得这位天剑院的天之娇女 后者可是他们的老竞争对手了 也是天剑院的弟子当中 他们为数不多忌惮的人之一 废话不用多说 现在的局面想必你们也看到了 想要化解困局 只有众人齐心血力 才能击退这些魔宫邪人 韩月姬的那一张面纱之下 淡淡的声音传了出来 这些魔宫邪人 应该也是为了神魔图骏来的吧 韩月姬的话音刚刚落下 那温宁便开口了 她的目光终在人群中扫过 而后摇了摇头道 魔宫之人实力强悍 和他们应拼不是明智之举 我们未必有胜算 问师妹说的没错 一旁的江城点了点头 脸上却是浮现出了一抹笑容 一切的关键点 其实都在神魔图骏上 只要叶前辈将神魔图骏 交到我们手上 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听得这话 凌晨不由得心中一动 这些人倒也是打得一手好算盘 不做无本生意 一定要神魔图骏到手之后 才肯出手 不过 神魔图骏是叶神前辈之物 对方会不会轻易地将如此重要的东西拿出来 那就是另说了 一时之间 所有的目光 都是全部集中在了叶神的身上 就算是那天魔长老等人 都是停止出手 他们自然是乐得见到对方将神魔图骏给交出来 然后他们再出手抢夥 岂不方便许多 叶前辈 您都是以死之人了 何必在死死地攥着宝物在手里不放 是时候得给年轻人一些机会了 温宁的脸上浮现出十分灿烂的笑容 玄机接着说道 神魔图骏只有到了我等这种活人的手里 才能绽放出印属于他的光芒 不是吗 此时 凌晨却忍不住皱起了眉头 神魔图骏究竟是什么东西 这些人都如此疯狂地想要得到他 魔宫之人如此兴师动众派人前来 如今这温宁和江城对这神魔图骏也是如此地渴求热衷 此物绝对不是普通的宝物 凌晨师弟 你居然不知道神魔图骏 这时候唐宇柔的声音在耳边响了起来 后者的目光 有些诧异地看着凌晨 不过随后他便释然了 也是 你才来到五界没多久 不知道此物导也正常 神魔图骏 那可是曾经名震整个五界的一件九星天神器 在千年前 集合了数十位元顶级的神级炼器师 合力炼制了这件宝物 虽说只是一件九星天神器 但是其珍惜程度 却几乎可以媲美太古神器 媲美太古神器 凌晨心中一惊 脸上露出了一抹不可思议的神色 九星天神器虽然珍贵 但是比起太古神器 却依旧是无法相提并论 但是这神魔图骏 却可以媲美太古神器 恐怕必然是有着什么超乎寻常之处 他现在有些能理解 为什么这些人对于神魔图骏如此狂热了 若是消息早些传出去的话 恐怕来这里的人就不会是这么点人了 恐怕就算是真神境层次的强者 都会被惊动 被这神魔图骏吸引而来 据说这神魔图骏当中 封印着无数强大的魔族 这些魔族被囚禁在这图骏世界当中 失去了人身自由 必须服从图骏主人的意志 神魔图骏中封印的魔族 据传实力最强的 达到了真神境巅峰的层次 若是能够得到神魔图骏 便能够掌控这神魔图骏中的无数魔头 从此往后 横行东欲 甚至于在整个五界之中 都可以横着走 称王称霸 原来如此 凌晨这才点了点头 脸上露出一模了然的神色 难怪 这神魔图骏拥有如此巨大的吸引力 其中封印着无数魔头 而且居然还有着真神境巅峰的魔族强者存在 若是能够使唤得了那种级别的魔头 那么在这五界之中 除了神王 恐怕不需要再忌惮任何人 凌晨的目光 落在了那夜神的身上 若是后者不答应的话 只怕指不定这些人会做出什么事情来 神魔图卷的诱惑力 太大了 然而此时 在那不远处的夜神 在听的这话之后 似乎是略为一阵沉吟 然后方才抬起头 脸上露出了一抹笑容 你们说的都没错 神魔图卷 我的确早就想找一个合适的人来接受了 不如正好借这个机会 将神魔图卷 赠予你们其中一人 话音刚落 夜神的手掌也是缓缓抬起 他的手掌之间 赫然已是多出了一卷古老的黑色卷轴 黑色卷轴的外面 有着一道道异常古老的符文闪动 隐约之间 有着一股极为强大的魔力波动 从那旗上散发而出 神魔图卷 在见到这黑色卷轴的刹那 顿时之间 所有人都是双眼猛然一亮 一个个魔拳擦掌 精神倍增 他们千里迢迢地来到这里 不就是为了神魔图卷而来的麻 若神魔图卷一现世 他们就算是拼尽全力 也要将此物抢到手 只是 神魔图卷只有一张 而你们这里却有这么多人 无论给了谁 怕都有些难以服众啊 夜神默然画风一转 神色看上去似乎有些犹豫地道 宝物只配强者拥有 前辈只管将神魔图卷交出来 至于谁能够得到就得看个人的实力和造化了 不远处的江城眼神炙热 一听夜神要将神魔图卷交出来 仿佛已经按捺不住心中的贪婪 至于韩月姬 温宁 以及纳天魔长老等人 都是一个个已经身体紧绷 做好了随时出手的准备 第2149章争夺 好吧 似乎是经历了认真的思考 夜神这才点了点头 仿佛是下定了决心一般 这神魔图卷留在我这个已死之人的手里 的确是没什么用处 江山带有才人出 既然如此 我现在就把它赠予你们这些后辈吧 说吧 夜神便默然手臂一抖 竟是将手中的神魔图卷给丢了出去 西欧 神魔图卷犹如一道光束般 飞向了半空之中 呈现在了那众多视线当中 绽放出了万丈光芒 犹如一轮古老的烈日 高悬于所有人的头顶 墙 在那神魔图卷飞上半空的刹那 那江城和温宁等人也是眼中金光暴射而出 然后几乎在同一时间 所有人便皆是暴射而出 向着那神魔图卷的方位悍然冲了过去 包括寒月姬在内 甚至于肖无宗和唐宇柔 此刻都已经如同闪电一般冲了出去 介入了这神魔图卷的争夺之中 神魔图卷 是我春秋门的 众人当中 那江城的速度最快 他在逼近那一张神魔图卷的上那 脸上也是漠然涌现出一抹狂喜之色 只见得他从怀中取出了一个玉葫芦 在他解开葫芦口的瞬间 一股惊人的吞吸之力便陡然释放而出 似乎要将神魔图卷给吸进葫芦当中一般 做梦 在聚那江城不远的地方 温宁的嘴角却是掀起了一抹阴冷弧度 只见得他屈其欲葱般的手指 然后一枚轻飘飘的银针 便从他的手中击射了出去 以迅雷不及之势 命中了那高悬于半空中的神魔图卷 丁一道轻微的金属碰撞声响车而起 神魔图卷便被生生地震飞了出去 而那江城的玉葫芦 则是铺了个空 没有能够顺利得手 而就在这时候 一道银色的魅影 在半空中一闪而逝 然后在那一道道惊骇的目光中 出现在了那神魔图卷震飞出去的轨迹之上 银色魅影 带着薄薄的面纱 气质神秘 却正是韩月姬 韩月姬在现身的上那 仙仙玉首便轻轻地叹了出去 手掌间 有着一丝丝犹如蛛丝般的灵力丝线蔓延而出 向着那犹如烈羊一般的神魔图卷席卷而去 萧无声喜间 便将神魔图卷给缠绕了树中 韩师姐的手了 见到那神魔图卷被银色灵力蛛丝给缠绕住 萧无综合唐宇柔的脸上 也是进阶浮现出了一抹欣喜之色 然而 他们脸上才刚浮现出笑容 突然间 半空之中 一道黑色的刀光便猛然划过 仿佛要将半空中生生地划出一道裂缝一般 而后在那一道道目光注视之下 生生地将那密密麻麻的银色蛛丝给切断了开来 出手之人 正是那天魔长老 在一记手刀斩断了韩月姬的灵力蛛丝之后 天魔长老也是默然一声抱喝 还愣着干什么 给我把神魔图卷夺过来 呵声落下 顿时间 那四大魔宫长老 一个个便皆是暴动而起 向着那神魔图卷冲了过去 休想 那江城和温宁等人 又岂能坐视神魔图卷被魔宫等人所得 当即便率领着麾下的宗门弟子 带着灵力杀意 破空而出 为了神魔图卷 或出去了 这个时候 灵晨也是拔出了腰间的飘雪剑 打算要抓住机会出手 加入到争夺的人群当中 但是 他才刚准备动身 却是被旁边的夜神残灵给拦住了下来 前辈 你这是 突然被这夜神残灵给拦住 灵晨也是有些不解 你已经得到了你该得到的东西 不必再参与到无谓的争夺当中去 夜神淡淡必到 可是 灵晨忍不住皱了皱眉头 这神魔图卷非同反响 让他就此放弃 难免有些可惜 夜神将懒在灵晨身前的手掌抽了回去 但依旧是留了一句话给灵晨 你若相信本座这个朋友 就听我的 听的这话 灵晨心中方才释然了一些 而后将飘雪剑重新插回到了剑桥当中 既然这夜神都这么说了 那他自然不可能再去怀疑 对方这么做 肯定有他的理由 他还不至于被贪欲蒙蔽了双眼 连别人的话都听不进去 此时 在那半空之中 混战已经进入了白热化 实力弱一点的强者 要么死 要么重伤 要么知难而退 基本上都已经退出了争夺 只剩下那实力强的少部分人 还在激烈地争夺当中 为了得到这神魔图卷 这魔双方都是出了死力 魔宫那边 虽然来势汹汹 但是却讨不到什么好处 就算是魔宫人马中最强的天魔长老 在和韩月姬的交手当中 却处于微弱的下风当中 砰 在一掌将天魔长老击退之后 韩月姬的美眸中光芒一阵闪烁 旋即 她的身体骚然模糊了起来 隐约之间 仿佛连同她周身的空间 都是扭曲了起来 月影千幻 随着一声力和传出 韩月姬的身影骚然消失在了原地 在此瞬间 方圆千米范围内的空间内 出现了上千道一模一样的人影 每一道人影都栩栩如生 宛如真实 根本分不清真价 魔宝星空 天魔长老眼瞳一缩 当机立断 没有任何的停顿 便是一拳打了出去 拳进化为一片黑色魔海席卷而出 将前方虚空中的所有幻影 全部都打爆开来 其他人 诸如那江城和温宁等人 皆是面色骚然一变 慎行暴退开来 以躲避天魔长老这般狂暴的攻势 然而 在那所有的幻影被肃清之后 依旧有着一道玲珑芽影浮现出来 赫然正是寒月姬 此刻 虽然黑色魔海席卷而过 但是她的身上 却是鲜尘不染 而她的御守之间 却是仿佛碾着一轮烈羊一般 席上的光芒禁数收敛 退成了一卷古老的黑色卷轴 什么 见得寒月姬御守之间的黑色古老卷轴 几乎所有人的眼中 都是不悦而同地涌现出了一抹浓浓的贪婪和嫉妒之色 该死天魔长老那一张森白的老脸上 此刻已是不满了阴沉之意 她没想到自己只是慢了半拍 这神魔图卷便被这小辈给抢了去 实在是可恶 第2150张白骨法身 想不到这位韩师姐的福源如此深厚 能够从这么多人的手里 夺取神魔图卷 见得那半空中风华绝代的现影 凌晨也是忍不住心中一阵感慨 对方的实力确实强横 不然的话 也做不到力压群雄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将神魔图卷给抢到手里 然而旁边的夜神确实摇了摇头 是福是祸 尚未可知 凌晨文言 还尚不解其意 半空中 却已生出新的变化 在韩月姬夺得神魔图卷的下一刻 天魔长老的目光 便默然落在了不远处 圣魔太子的身上 沉生道 太子看来只能动用那一招了 听得这话 那神魔太子也是面色一变 他自然知道 天魔长老说的话究竟是什么意思 那一招 是他的底牌 也是整个魔宫的底牌 本以为应该派不上用场 但现在看来 是到了必须的用的时候了 虽说有些抱舔天物 但是现在 只好让你们尝尝这炼狱般的滋味了 圣魔太子的嘴角陡然掀起了一抹森冷弧度 旋即他手掌默然一番 拿出了一面通体漆黑的古镜 这面古镜 就犹如一轮明月一般 在圣魔太子的手里 闪过一道极为森冷的波动 只见得圣魔太子将古镜祭出 无穷光芒 陡然从古镜中投射而出 璀璨魔光 夹杂着滔天魔器 在那半空中迅速凝聚成形 化为了一道虚幻的白色模影 这道白色模影 影像极为高大 身穿森白颜色的长袍 人影头戴着一张白骨面具 细细无比森冷 犹如那九幽之下的厉鬼一般 赤月神的白骨法身 在瞥见这一道森白人影的刹那 那一众魔公弟子的眼中 便陡然闪过了一抹震惊之色 他们自然都认得这白骨法身的来头 这白骨法身 乃是魔公的超级巨头之一 月神的专有之物 月神的白骨法身总共只有三具 每一具 那都是虚神境巅峰的存在 足以横扫真神境以下的任何强者 没想到 今天圣魔太子居然将一具白骨法身 给带了出来 看来是针对这神魔图卷 志在必得 而在这一具白骨法身现实的刹那 韩月姬江城和温宁等人 皆是脸上漠然变色 眼中露出了一抹震孔之意 都去死吧 圣魔太子脸上的森冷之意愈发浓郁 看向众人的眼神 已经如同看死人一般 而就在这同时 那一具白骨法身也是悍然出手 只见得他那骨爪当空一挥 顿时间 这森白骨爪便分化出了成千上万道 犹如暴雨一般 向着那下方的众人笼罩席卷而去 不好 韩月姬江城和温宁等人 皆是身形暴退 但是他们哪里闪躲得掉 几乎没有任何的悬念 便被这森白骨爪命中了身体 一个个皆是吐血道飞了出去 实力弱的 直接被这一爪给抓成了血雾 当场蒸发 尸骨无存 眨眼间 便有着数十名强者被当场击杀 在几乎将所有人都横扫出去的下一刻 那一具白骨法身变动了 陡然消失在了原地 在半空中一阵扭曲 再度出现之时 已是现身在了韩月姬的面前 韩月姬翘脸一变 然而还不等他做出什么反应的动作 他的身体便挨了重重一击 整个人都被扫飞了出去 而手中的神魔图卷 也是脱手而出 纳月神的白骨法身只是手掌隔空一吸 便将神魔图卷给吸到了自己的手里 扑吃 韩月姬忍不住一口鲜血喷涂而出 他的翘脸十分苍白 脸上还依旧挂着一抹忌惮之意 这一具白骨法身的实力实在太过恐怖 以他的实力 完全不是对方的一盒之敌 神魔图卷被魔头抢去了 顿时间 不少人皆是面色恐慌 这神魔图卷乃是一件堪比太古神器的绝世宝物 若是被魔宫的人抢去 无疑是将在整个武界中掀起滔天血浪 恭喜月神大人得到神魔图卷 真是可喜可贺 在白骨法身将神魔图卷抢到手的时候 神魔太子的脸上浮现出一抹谄媚之意 向着那一句白骨法身拱手道喜 神魔图卷已经到手 立刻撤离此地 以免节外生枝 天魔长老也是面色狂喜 当即便准备下令撤退 何必急着撤退 然而就在这时候 圣魔太子盯着灵晨等人的眼中 却是陡然闪过一抹森冷之意 玄机接着说道 把这群人全部都杀了 再撤退不迟 神魔图卷乃是旷世神物 若是被世人知道 此物落到了我们魔宫的手里 必然会引发众多真神级别的老怪物垂涎三尺 我觉得为了避免麻烦 不如将这里的所有人全部除掉 这样就不会有人知道 神魔图卷是被我们所得了 圣魔太子眼神无比阴冷必道 此言有理 天魔长老点了点头 神魔图卷的事情 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传扬出去 的确是一件麻烦事情 那就全杀了吧 从那白骨法身的口中 陡然传出一道森冷无比的声音 下一刻 他便袖袍一挥 双手默然结印 滔天魔气 汹涌而至 然后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席卷而开 从那如海般的魔气当中 则是升腾起了一团团森白无比的火焰出来 哗啦 滔天魔气席卷而开 伴随着森白火焰弥漫天际 将整片上空给遮蔽住 森白的火海 将众人头顶西树地封住 包裹起来 不妙 在这片森白火海高悬于众人头顶之时 众人的脸色也是猛然一变 知道了事情的严重性 若是这火海一旦落下 恐怕他们所有人都将葬身其中 被烧得连骨头都不会剩下 完了 韩月姬江城和温宁等人 也都是脸色难看 就算是以他们的实力 一旦这火海落下 他们也是必死无疑 没有任何的活路 难道说 他们这些人 今日都要葬身在这些魔宫妖人的手里不成 我说你们 未免有些贪心不足 得了好东西还要杀人 这就有点太过分了 就在这时候 一直都在那看戏的夜神 突然开口 轻描淡写的话音 在这半空中传了开来 第2151章戒身预谋 这话一出 顿时之间 所有的目光都向着夜神望了过去 眼中顿时泛起了一抹亮光 从这夜神的身上 他们仿佛看到了一丝希望 对方毕竟可是曾经的神王之下第一强者 即便是只剩下一丝残灵 那也绝对不能够等闲适之 不过是肿中枯骨而已 也敢大言不惭 这时候 那天魔长老却是一声冷笑 眼中丝毫不掩饰对于夜神的激凤 一听这话 众人眼中的光芒也是迅速地暗淡了下去 对方说的的确没错 刚才这夜神残灵连天魔长老都打不过 他们把希望寄托在对方的身上 的确是有些可笑了 唧唧歪歪的不停 还真当自己还活着不成 圣魔太子的眼中 也是浮现出了一抹不耐之色 月神大人 这老家伙烦得很 先灭了他再说 听得他这话 那一句白骨法身森冷的目光 也是默然将夜神给锁定 旋即他只是手掌一挥 那半空中的森白火焰便剧烈涌动起来 然后紧接着 那半空中的火海突然裂开出一个祸口 森白火焰 悉数地聚集到了祸口的位置 化为漩涡 释放出一股异常恐怖的波动 这股波动 让所有人都感到一种灵魂战力之感 凌晨的脸色 也是不由凝重了起来 这种级别的攻势 恐怕在场无人能够承受得住 即便是他 戴慧怕都是只能静而远之 避开这等攻势 然而 就在他心中已做好这般打算的时候 夜神的声音 却是突然从旁侧传了过来 小子 这白骨法身可是打算将在场的所有人都杀死 你能避得了一时 却避不了一事 戴慧还是要死 凌晨闻言 面丝不由得唯唯一尘 停下了脚步 这夜神说得的确一点不错 这白骨法身的实力 在场根本没有任何人能够抵挡得住 就算是所有人连起手来 也不会是这具白骨法身的对手 到那时候 任何一人 都逃脱不了死亡的命运 不知前辈有何良策 凌晨看向了夜神 既然后者这么说了 说明他应该是有对策的 想要抵御这魔头的白骨法身 在场的所有人当中 只有一个人能做到 夜神的眼中 微微闪过一抹光芒 道 谁 凌晨下意识地问道 你 夜神的目光落到了凌晨身上 淡淡地道 我 凌晨愣了愣 旋即有些哭笑不得 前辈莫不是在开玩笑 就那天魔长老他对付起来都够呛 对方居然说他能抗衡面前这具白骨法身 这话说出来连他自己都不信 凭你一人之力 自然无法办到 夜神笑眯眯地看着凌晨 眼中骤然闪过一抹金光 你我二人齐心协力的话 结果就不同了 如何各齐心协力法 得知夜神并不是在开玩笑 凌晨的脸色立马便凝重了起来 我这具残灵虽然看似孱弱不堪 但是实际上还是留有一些力量的 只是需要一具实体 才能够将这一丝力量发挥出来 夜神脸上的笑容逐渐收敛 神色变得正重了起来 简单来说 就是需要占戒你身体一用 才能有把握及退此魔 当然借用躯体一试 十分凶险 你可以自己选择 此时凌晨已经陷入了沉吟之中 借用躯体这种事情 风险很大 万一对方要是动了什么歪念头 想要夺舍的话 那结果会怎样就很难说了 以这夜神残灵的强大 即便战斗力不怎么样 但是要夺舍一个区区神功镜层次的小子 那还是轻而易举的 这种事情 其实就看他信不信任对方 都已经这种地步了 我还有其他选择吗 凌晨无奈一笑 而后眼中的光芒就迅速凝聚了起来 我这身体 前辈尽管借去用吧 若前辈不归还 在下也认了 话音落下 凌晨也是敞开了意识海洋 放开了一切戒备 已经做好了让夜神残灵附体的准备 你这小子 说什么不归还 本做是那样的人吗 夜神瞪了凌晨一眼 有些不悦地道 若非情况为急 说真的 你小子的身体我还看不上 一边唠叨着 夜神本人的眼神却已经变得极度专注 下一刻 他的身体已是凌空一卷 变化为一道蓝色流光 生生地将凌晨的眉心撕裂出一道漩涡 然后没入了进去 消失不见 凌晨紧闭着双眼 整个人的气息 顿时都是收敛了起来 仿佛变成了一潭死水一般 没有了一丝的动静 这般沉寂在维持了数十席时间后 方才被打破 刷 凌晨紧闭的双眼 漠然睁开 他的一双眸子 都是变成了幽蓝色 整个人透露出了一股完全不一样的气质 看上去甚至有些邪魅 但是整个人却是散发出无比威严霸道的气势 虽说凌晨的身体还是那般受血 但是那股气势却顶天立地 仿佛一个唯恶的巨人一般 那夜神的残灵 进入凌晨师弟的身体了 看到这一幕 唐宇柔的樱桃小嘴也是张得大大的 但是玄机美眸中便浮现出了一抹担忧之色 凌晨师弟他不会有危险吧 应该不会 夜神这道残灵的力量十分微弱 如果要夺舍的话太勉强了 韩月姬摇了摇头 况且传闻中的夜神乃是光明磊落之人 夺舍一个小辈的身体 这种事情他应该也不会干 我估计这夜神也被逼急了吧 肖无踪目光闪烁 毕竟若是挡不住这白骨法身的话 一切就全完了 韩月姬的目光 望着前方不远处那一道受血的身影 美眸中泛起了一抹异色 想不到 到最后咱们的身家性命 竟然都是得寄托在这位小师弟的身上 可夜神残灵和二维仪的凌晨 无疑已经成了他们所有最后的一线希望了 在那一道道视线当中 磅驳上空 活海的祸口之内 漩涡高速转动起来 一道滔天白色火柱 漠然从那火海之中喷射而出 犹如一头暮龙一般 狠狠地向着夜神的方位充射席卷而去 白色火柱带着一种毁天灭地般的态势 所过之处 一切尽成虚无 第2152章击退 森白的火焰柱 直接撕裂了虚空 然后狠狠地向着凌晨所在的方位暴射而下 眼看着就要将他的身体吞没在其中 面临着迅速降临而下的火焰柱 凌晨眼中的幽蓝光芒 也是漠然闪动开来 旋即他便倾抬手掌 无数蓝光汇聚而至 在其手掌之前 迅速地凝聚出了一面蓝色大盾 噗火焰柱喷射在那蓝色大盾之上 发出地动山摇一般的轰鸣之声 在那等狂暴冲击之下 凌晨脚下的地面 也是寸寸军裂开来 密密麻麻的裂纹 犹如珠网一般 密布而开 在单手拖盾将火焰柱给抵御下来的同时 凌晨的另一只手 已经默然探出 凌空一点 骤然间 一道蓝色光束 便已是撕裂虚空 洞穿而出 扑 蓝色光束点在了那上空的魔云火海之上 顿时间 便将整片火海给洞穿出了一个窟窿 紧接着整片火海皆是动荡了起来 下一霎 便轰然崩溃 那周围的一道道目光 皆是惊诧无比 凌晨居然仅仅只是用了一指 就急迫了这等足以将他们悉数团灭的恐怖火海 太强了 不愧是夜神 没想到他和凌晨师弟合二为以后 居然能施展出如此手段 发挥出这般可怕的威力 唐宇柔依旧是合不拢嘴 笑脸上满是震惊之意 王者毕竟是王者 就算是已经陨落 也不是寻常人能够欺武撼动的 韩月姬的唇角掀起了一抹弧度 看来这次 他们有救了 这小子运气真好 至于那江城和温宁等人 对于凌晨可就没这么友好了 他们看向凌晨的目光当中 充满了嫉妒和不爽 为什么夜神偏偏会选择这个凌晨 一个丝毫不起眼的家伙 而不是他们这些宗门翘楚 天之骄子 在一指便将火海膜云集的溃散的刹那 凌晨也是再度抬起手掌 无比惊人的气息 在他的手指间凝聚了起来 摇摇地指向了半空中的白骨法身 在被凌晨这般手指锁定的刹那 那一具白骨法身的身体也是为之一景 他的身体骤然一阵模糊 眨眼间 便是分化出了成千上万道出来 瞬间就布满了整片上空 看来这一具白骨法身也是十分惧怕如今的凌晨 被后者方才那等公事给吓到 这才会如此机灵 一下子便做出了如此剧烈的反应 但是 在那一具白骨法身分化出成千万道之煞 凌晨的眉心 一道蓝色光芒陡然闪烁而起 眉心裂开 一眉天眼浮现了出来 在那眼瞳深处 凝聚出耀眼的神光 那是仿佛足以视神的光辉 天空之中 所有的白骨法身身影在凌晨的眼中都开始扭曲起来 最后悉数地消失无踪 而其本体 也是随之而显现了出来 在洞察一切的天眼之下 任何虚幻 都将无所遁形 而在这白骨法身现身的刹那 凌晨便默然抬其手指 又是隔空翼指点了出去 蓝色光芒 化为一道巨指 眨眼之间 便已是出现在了那一具白骨法身的面前 这般突如其来的攻势 令得那一具白骨法身眼瞳一缩 他双手同时探出 密密麻麻的白骨 在他的操控之下迅速地汇聚 化为了一面白骨巨盾 砰 蓝色巨指只是在半空中一闪 再度出现时 已是狠狠地轰射在了那一面白骨巨盾上 只是眨眼之间 白骨巨盾便被声声地给轰爆了开来 顿时就变成了无数的骨血纷飞而开 而那一枚巨指则依旧是以一种一往无前的态势 点在了那白骨法身的身体上 将后者给声声地点飞了出去 弄擦 白骨法身在倒退出去的同时 一道清脆的声音响彻而起 他身上的白骨 竟是在刚才凌晨的那一指下 生生断裂了树根 眼中惊骇之意一闪而过 这具白骨法身的材质 肩不可摧 真神静以下修想伤其半根汗毛 然而现在 却居然被对方给一指击碎 怎么可能这么强 圣魔太子和天魔长老等人 皆是面色一阵巨变 月神白骨法身的强大 他们自然是十分清楚 然而眼下却被凌晨给挤碎了好几根骨头 简直令人匪夷所思 眼看着凌晨再度抬其手掌 似乎还要发出一击 那一具白骨法身的森白眼瞳也是再度一缩 眼中一抹巨色闪过 然后他的身形便骤然暴退 生生地掀起了滔天魔海 将圣魔太子天魔长老等一杆魔功强者 给西树地笼罩在内 在这般魔器的笼罩下 所有魔功的人影都仿佛融入到了魔海之中 然后魔海陡然涌动 向着远处的天际席卷而去 目睹着魔海的离开 凌晨抬起来的手指 也是迟迟没有出招 而是在那魔海消失之后 方才放下了手指 气势随之会落了下来 可惜让这些妖人跑了 见得那已经远去的魔器海洋 韩月姬和唐宇柔等人的脸上 也是浮现出了一抹遗憾之色 若是能够将这些人悉数斩杀的话 对于魔功而言 那必定是一次沉重打击 能击退这魔头就不错了 凌晨忍不住摇了摇头 刚才那最后一下 不是他不出手 而是他已经没有后继之力了 夜神这道残灵的力量非常有限 就刚才那三下五除二 就已经完全耗尽了 最后那一下 若是对方不跑的话 恐怕死的就是他们了 最可惜的是神魔图卷 让那魔头抢走了 那江城和温宁等人 一脸的不甘 神魔图卷 那可是旷式宝物 最后却被那一具白骨法身抢走 的确 神魔图卷落入魔功之人手里 恐怕今后麻烦事不小 凌晨也是忍不住皱起了眉头 神魔图卷 事关重大 落入心术不正的人手里 恐怕将会对整个冬域 甚至于整个武界都带来不小的危害 刚才的神魔图卷 是假的 就在凌晨沉吟之时候 突然间 夜神的声音 便在凌晨的脑海中响了起来 假的 凌晨愣了愣 脸上陡然浮现出了一抹震惊莫名之意 他忍不住望向刚才那魔宫众人逃离的方向 脸上的表情有些玩味 刚刚对方可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这才将神魔图卷给抢到手 然而现在这政主却说 那神魔图卷是假的 这不是耍人麻 他现在忽然很想知道 那神魔太子和天魔长老等人得知这个事情后 会是个什么心情 第2153章神秘之人 刚才的神魔图卷是假的 那真的在什么地方 凌晨神色略显诧异地道 真的已经被有缘人给取走了 夜神淡淡一笑 笑容中却有些高深莫测的意味 被有缘人取走了 凌晨先是一争 紧接着便摇了摇头 原来神魔图卷早已经被人给取走了 亏得这里真的多人 还在为此物而大打出手 争得头破血流 现在 而知真相的凌晨 都有些同情眼前的这些家伙了 好了小兄弟 我这一丝残灵能量已经耗尽 是时候和你道别了 这时候 夜神的声音 也是漠然在凌晨的脑海中响了起来 听得这话 凌晨也是忍不住叹息了一声 他对这位夜神的印象十分不错 然后聚散终究有时 仅剩下一道残灵 消散的确是迟早的事情 你不必叹息 本座之前就说过 我还没有陨落 我的本尊 必定会重返五界 说不定 我们很快便又能相见了 夜神洒然一笑道 前辈说的是 凌晨这才恍然点头 他倒是忘了 这夜神的本尊还活着 的确 日后说不定 他们还能和这夜神的本尊相遇 后会有期 夜神的声音传了出来 玄机他的身影 也是骚然化为一阵蓝光 从凌晨的眉心投射而出 最后在虚空中消散了开来 期待下次的会面 凌晨望着面前溃散开来的光芒 眼中也是陡然闪过了一缕金光 他倒是十分期待 下次和夜神本尊的会面 这个时间 恐怕不会太久 凌晨师弟 就在这时候 树道人影却是从旁边落下了身形 正是韩岳基 肖无宗和唐玉柔等天剑院的弟子 刚才换他的人 脸上戴着薄薄的面纱 是他的那位二师姐 韩岳基 见过韩师姐 凌晨向着韩岳基拱了拱手 这位二师姐 他还是第一次见 凌晨师弟机缘不显 竟然能得到这位夜神前辈的青睐 真是不简单 韩岳基看向凌晨的一双美眸之中 已是多出了几分欣赏之意 那夜神谁都没选 却偏偏选择了凌晨 这绝不可能是歪打正着 他的这位凌晨师弟 必然有着常人所不及的过人之处 误打误撞罢了 可能这位夜前辈看我比较老实吧 凌晨笑了笑道 行了别装了 听得凌晨这话 唐玉柔却是忍不了了 狠狠地瞪了凌晨一眼 就你还老实 除非天底下老实人都死光了 他对凌晨的了解 后者表面看起来老实 实际上比谁都要精明 小事情凌晨当然爱达不理 但是一旦是牵扯到自身好处的话 凌晨绝对比谁都上心 语柔师妹 你怎么能这么说凌晨师弟 韩月姬鸡脸上浮现出了一抹笑容 我觉得凌晨师弟品性非常不错 在那种时候 能够站出来和夜神的残灵吸手 击退魔宫妖人 若是没有足够的魄力 可做不到这一点 没错 旁边的萧无宗点了点头 玄吉接着说到 这次我们能脱离困境 全都仰仗了凌晨师弟 没有凌晨师弟 恐怕我们今天都要葬身在此地了 师兄别这么说 我也只是为了求生而已 凌晨摇了摇头 若是没有人拦住这一具白骨法身 所有人都难逃厄运 我自己也不例外 此番能保住性命 的确已属万幸 韩月姬鸡了针手 美眸中泛起了一抹万袭之意 只可惜 最后要是能夺回神魔图卷就更好了 神魔图卷 那可是连真神静强者都无比垂涎的旷世神物 落在魔宫的手里 对于整个东狱而言 都不是一个好消息 对比 凌晨岛有些不以为然 他就差没说出口 被魔宫之人抢走的是假的神魔图卷 不过他的心中也是十分疑惑 如果说被魔宫之人抢走的神魔图卷是假的 那么真的神魔图卷 究竟被谁给得到了呢 不过只是稍微想了想 凌晨就摇了摇头 不再多想 又不是被他得了 想那么多又有什么用 神魔图卷已经被取走 这里也没什么好待的了 我们再去其他地方看看吧 韩月姬看向肖无宗和唐宇柔等天剑院的弟子 这神神宝藏中的主菜已经被人瓜分完了 接下来 只能去到处转转 看还有没有其他的路网之余 捡口剩下的汤喝 初罢 众人也是进阶身行移动 向着这宝藏空间的周边暴力而去 至于其他的强者和势力 也是纷纷离开了这片空间 他们的想法和凌晨一行人一样 既然没有吃到主菜 能够吃点残羹剩饭 甚至喝点汤也不错 很快 这片宝藏独立空间之中 便已是空无一人 变得十分安静下来 然而 就在这时候 这片天地的上方 空间却是漠然扭曲了开来 而后两道人影 漠然从那扭曲的空间之中 浮现出了身形 叶哥 此处 便是你前世陨落的地方麻 两道人影中 说话的是一名身穿白裙 犹如仙子般的女子 她的气质冰冷到了极点 但是当她的目光 落在旁边的蓝衣青年身上时 那一双美眸之中 却是浮现出了一抹罕见的柔软 没错 就是这里 蓝衣青年的身影 也是缓缓地浮现了出来 带着一股顶天立地般的气势 若是凌晨一行人在这里 恐怕请客兼便能够将对方给认出 这蓝衣青年的模样 和刚才那夜神残灵的模样 简直是一模一样 只是奇怪的是 我那一道残灵的力量 竟然已经消失了 看来这里已经有人来过了 蓝衣青年面色诧异地道 有人来过 白衣女子促起了柳眉 那你要找的东西 岂不是已经被人给取走了 话音落下间 蓝衣青年已是将眉心的第三只眼睛 给睁了开来 这只眼睛之中 释放出异常耀眼的光辉 仿佛能够洞察这座空间的一切 的确已经被人取走了 只是几个呼吸的时间 蓝衣青年便收回了 目光 眉心的眼睛也重新闭了起来 脸上露出一抹笑容 想不到 居然有人能够取走神魔图卷 我倒是有点好奇 究竟是什么人 居然能够从我留下的残灵手里 夺走神魔图卷 第2154张中注飘雪剑 会不会是你的那几个仇家 白衣女子看向了蓝衣青年 眼中闪过一抹冷意 不可能 蓝衣青年摇了摇头 这一座洞府 在我陨落之时 便已经堕入了虚空裂系之中 不在当初的位置 就算是我自己 都费了莫大的力气 方才寻找到这座洞府的所在 更别说其他人了 而且 神魔图卷被我放在一个 十分隐蔽的地方 除非真的是大机缘者 否则绝不可能找到 神魔图卷的下落 白衣女子文言 仙仙御守却是探出 在半空中抓了一把 虚空之中 仿佛出现了倒倒涟漪 那其中 赫然便有着凌晨等人的身影 看起来 这一批闯入者 似乎并未走远的样子 需不需要现在 立刻追踪上去 把他们抓住 不必了 蓝衣青年摇了摇头 眼中却是泛起了一抹光芒 神魔图卷既然不是被人抢走 应该是落入了 我所认可的人手中 不必过多干涉 神魔图卷 先让他留在他的新主人那里吧 应该要不了多久 我们就能相遇了 走吧雪儿 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办 蓝衣青年手掌一挥 却是并未过多逗留 便转身消失在了这片半空之中 旁边的白衣女子 则是在周围略坐扫望之后 也是动身消失在了原地 这片宝藏空间 再度恢复了寂静 仿佛根本没有人来过一般 此时的凌晨 还不知道那宝藏空间中 有人降临 她和天剑院的一干弟子 已经是离开了真神宝藏 他们这一路 并未再有什么太大收获 因此在这周围只是略做搜寻之后 一行人便是离开了此地 天剑院 神剑峰 距离凌晨 一行人从真神宝藏中归来 已经过去了三日时间 神剑峰的主峰后山 赫然有着一方剑池 在那剑池之中 滚滚的气泡 伴随着恐怖的热气 不断递从其中的金铁液体中冒出来 插着密密麻麻的宝剑 犹如刺猬一般 而在剑池的中央 则是插着一柄通体雪白的宝剑 正是凌晨的飘雪剑 吃尊 飘雪剑已经至于剑池中三日了 现在 还不是种柱飘雪剑的最佳石鸡麻 剑池之外 一名年轻的白衣剑客走了进来 赫然正是从真神宝藏归来的凌晨 在从真神宝藏归来之后 凌晨第一时间便打算利用太虚神经 种柱飘雪剑 将飘雪剑提升为一把天神器级别的宝剑 而在神剑风之中 对于柱剑一道最为精通的人 就是陆玄通了 让凌晨有些意外的是 他的这位师尊 居然很轻易就答应了此事 要帮助他种柱飘雪剑 陆玄通本人 就盘坐在附近的一个蒲团上面 闭目养神 在凌晨到来之后 他方才缓缓地睁开眼睛 而后淡淡地道 这把飘雪剑虽然已经就位 但是太虚神经 却还依旧处于熔炼当中 恐怕必须至少的七日时间 才能将太虚神经彻底熔炼 到那时 才是完成中柱的最佳时机 到时候飘雪剑能够中柱成什么等级 全看时机对与不对 若是时机精准 你这把剑 为师说不定帮你可以多住几个星级 凌晨文言 眼睛也是不由得默然一亮 然后向着陆璇通拱了拱手 多谢师尊 到了天神器的级别 一共分为一到九个星级 每一个星级的提升 对于天神器的威力都会是巨大的提升 若是能够多几个星级的话 那威力可就完全不一样了 凌晨自然是乐得见到 因此一听到这话 他也是没有在追问 而是在这附近盘坐了下来 竟带着着见时机的到来 在稍微调息之后 凌晨便感应到 体内的真气比之前 无疑是变得雄浑了许多 毕竟本来在上古灵玉随的催化之下 苍龙之精的力量便被他基本上全部炼化 后来夜神的残灵附在他的身上 施展出了空前强大的招数 进一步将这股苍龙之力 融入他的身体和气息当中 如今这股力量 已经完全变成了他身体的一部分 随心所欲必受他掌控 至于修为 他在和于汉清一战的时候 突破到了神功近似重天的地步 距离上次突破时间间隔很短 但是对于凌晨现在的实力增长速度而言 他的修为 依旧是很明显的短板 只是修为的提升 向来讲究的是日积月累 即便是凌晨想快那也快不了 除非再得到什么契机 否则的话 一时半会之间 很难再有所突破了 一念即死 凌晨也是不再纠结为自身的修为 而是手掌一番 一张普通的图卷在凌晨的手中浮现了出来 这一幅图卷 正在凌晨在真神宝藏中得到的那一张图卷 当初凌晨只是觉得他普通 便将他取了下来 并且戴在了身上 直到今天 他方才记起了此物 凌晨将图卷打开 那画卷上面 却是普普通通 一片混沌 空无一物 连画工都是十分粗糙 看起来 根本就和宝物两个字搭不上边 但是 凌晨还是抱有一丝的期望 将一缕意识释放而出 然后向着面前的这一张图卷渗透而去 然而 凌晨的这一缕意识 确实并没有能够渗透图卷 而是被生生地隔绝了开来 即便是将这一幅图卷仔细观察了遍 都是没有能够发现任何的特殊之处 这幅画 应该不会是宝藏主人随手所画的草稿吧 凌晨的脸色有些难看 目光微微闪烁起来 就在刚才 他甚至还有些心血来潮 一度以为这幅画会不会有可能就是神魔图卷 虽说听上去就有些扯淡 但是凌晨还是抱着一丝丝希望的 谁能料到 满腹的希望换来的 却是碰了一鼻子灰 看来是我想多了 凌晨摇了摇头 便准备将这幅画卷收起来 但就在他正准备将这幅画卷丢回浮图界里面的时候 突然间 那画面上原本一片黯淡的混沌 却是释放出了一抹奇异的光芒 那上面的混沌色调 竟是开始蠕动了起来 第2155张图卷世界 什么 凌晨眼瞳一缩 连忙闭上双眼 而后晃了晃脑袋 再度定睛一看 眼前的这一幅图卷上的画面 确实又凝固了起来 仿佛从来都没有动过一般 难道是错觉 凌晨忍不住皱起了眉头 刚才他可是明明看到 这画面的混沌色调蠕动了起来 怎么这一转眼间 这图卷上的画面就定格住了 但是紧接着 凌晨便又否定了自己的想法 不可能 这绝不可能是错觉 凌晨的眼中泛起了一抹金光 旋即他抬起手掌 然后手指缓缓伸出 一缕真气从其指尖弥漫而出 注入了那图卷之中 然而 随着凌晨的这一缕真气注入 图卷上面 却依旧没有任何的动静 持续了数分钟依旧没有动静后 凌晨也是将手掌抽了回来 看来 这一幅图卷的确是没什么特殊之处 更不可能会是神魔图卷了 倒是他空欢喜一场了 吃吃吃 就在凌晨正要死心的时候 突然间 一直直伏在凌晨体内的那一道血魔分身 却是动了起来 只见得这血色小人赫然是调动了一丝丝的魔气出来 会成一缕 犹如犹虫一般 陡然没入了图卷之中 而在这一缕魔气注入图卷的刹那 整幅图卷便默然闪耀起了刺眼的奇异光芒 迅速充斥了整片视野 这图卷上面的混沌之景 也是骤然涌动了起来 化为一道惊人的混沌漩涡 嗯 见得图卷画面的这般变化 凌晨面色微微一变 但还容不得他有下一步的反应 他的意识 便陡然被扯进了这混沌漩涡之内 一瞬间 凌晨仿佛经历了时空变迁一般 他的意识 在穿越了空间屏障之后 再度恢复之时 以视化为上帝视角 能够看到一座极为浩瀚的图卷世界 这座图卷世界 一共分为九重 每一众图卷空间 都十分浩瀚 仿佛是一座独立的异世界一般 在每一众的空间内 都是生存着大量的生灵 其中以魔族居多 基本上每一众的空间 都被魔族所统治着 其他种族的强者 只不过是魔族的猎物而已 神魔图卷 没想到 这一张看似不起眼的普通画卷 就是神魔图卷 凌晨的神色十分诧异 心中依旧还有些难以置信 没想到他心中那一丝丝的预感 居然成真了 这张画卷 居然真的就是神魔图卷 没想到这夜神 居然会将神魔图卷 放在如此不起眼的地方 此时 他想起了最开始 龙金王和他说的话 对方说过 最好的东西 往往不是明眼上一眼就能看出来的 这句话 正好应验了 而且夜神自己也说了 神魔图卷已经被有缘人给取走了 想不到 说的这个有缘人 居然就是他 看来对方早就知道 神魔图卷被自己给得到了 难怪一直都不慌不忙 直到最后那魔宫的白骨法身要大开杀戒的时候 夜神方才被迫出手 附在自己身上 动手及退魔头 想不到 各方人马在那真神宝藏中大打出手 激烈争夺 最后这神魔图卷 还是落入了他的手里 凌晨的心中有些感慨 视线当中 浩瀚的图卷师姐中 生存着无数的魔族 这些魔族 存在于地上 天上 甚至于地下 有羽魔 一魔 天魔 也有岩魔 冰魔 魅魔 青铜骨魔 甚至于血魔 岩魔 伏地魔 各类的魔族 几乎是大部分都有 滔天的魔器 在这片图卷空间中弥漫着 每一种空间的魔族 实力也完全不同 不过 现在的凌晨 只能感应出前面三重图卷空间中魔族的实力 再往后 它便完全感应不到了 前三重空间的魔族 都是神功镜层次的魔君 再往后 只怕就是虚神镜的魔王 真神镜的魔尊了 那种实力的魔族 可不是现在的他能掌控得了的 这位夜神的实力果然可怕 居然把这么多魔族的强者 通通都关押在神魔图卷当中 真是霸道无敌的手段 即便只是前三重的图卷空间 已是看得了凌晨心中为震 这其中关押着无数魔族 这些魔族 每天都在杀戮 征战 但是他们却偏偏已经在这图卷中扎根生活 繁衍生习 因此即便是这些魔族每日杀戮争斗 这图卷世界之中 却依旧有着大批的魔族生存 所有的这些魔族 都得受到图卷主人的掌控 一念及此 凌晨便抬其手指 然后只是轻轻一画 手指就划破了开来 一滴鲜血滴落在了这神魔图卷之中 没入了进去 这一滴鲜血落在图卷上的刹那 一道道血线 便骚然向着四面八方蔓延出去 迅速遍布了整张神魔图卷 心念转动间 凌晨已经通过滴血认主 将神魔图卷纳入了自己的掌控之中 这么容易就认主了 感受到这神魔图卷已经和自己气息相连 凌晨心中也是一阵诧异 没想到这一件旷式宝物 炼化起来 比他想象中的要简单许多 只是简单地滴血认主 便将这神魔图卷给掌控住了 不需要费太大的力气 去和这些魔族打个招呼吧 凌晨的眼中泛起了一抹金光 既然已经成为了神魔图卷的新主人 有必要去和自己的这些仆纵门见上一面了 此时 在这神魔图卷的第三种空间中 一望无际的荒芜地面上 寸草不生 死气沉沉 裂纹密布 魔气肆虐 天空一片昏暗 无数的魔族 在争强斗狠 厮杀 争夺食物 但是这第三种的图卷空间中 可是有着堪比人类神功近九重天层次的魔族存在 不是前面两种图卷空间中的魔族可以相提并论的 突然间 整片空间都是剧烈动荡了起来 天空中掀起了一阵血色风暴 将虚空都是撕裂出道道粗大的裂缝 那般景象 仿佛整片空间即将陷入毁灭一般 怎么回事 感受到空间的动荡 终于 这第三种图卷空间中几道最强大的气息苏醒了 被这股突如其来的动静给惊醒了过来 第2156章谈条件 有人入侵神魔图卷 说话的是一名身材火爆的魔族女子 她的皮肤有黑 背后长着一双黑色魔衣 属于魅魔的种类 身上的气息 俨然是达到了神功境的巅峰 半只脚已踏入虚神境层次 究竟是什么人物 居然拥有如此实力 难道事业神大人归来了不成 另外两名男性魔族强者 分别从不同的方向走了出来 这两名男性魔族 一人十分健硕 气息格外彪悍 奔放 但是另外一人 却属于修长挺拔的类型 他手持一双弯刀 身上散发出凛冽的杀戮气息 此时 他们的目光 皆是望向了半空中 急速汇聚的血云 在那磅礴的血云之中 隐隐能够看到一道人影 逐渐地凝聚而成 然而 最后在那血云中凝聚而成的 却是一名白衣青年模样的剑客 诸位 我是神魔图卷的新主人 人类凌晨 在那血云中的人影凝聚成形之后 凌晨的声音 也是隆隆地在这片天际中传荡了开来 什么 新主人 这话一出 立马就在整个第三层空间中掀起了轩然大坡 自从夜神陨落之后 这神魔图卷可是多少年都没有新主人了 这漫长的无主日子 虽然让一众魔族觉得悠闲 但却也是漫无天日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 都在这神魔图卷完成了生 老病 死的过程 他们心中都有渴望 就是离开神魔图卷 去图卷外的世界看一看 如今神魔图卷的新主人传闻居然传开 也是顿时让所有魔族都心神动荡起来 生出各种各样的情绪出来 区区一个乳秀未干的小子 竟然也能成为神魔图卷的新主人 那一名身形健硕的魔族男子发话了 他望着半空中凌晨凝聚出来的血色身影 一双魔童之中 却是充满了轻蔑之色 乳秀未干又怎么了 年轻才好控制 不然又是个跟夜神一样的强大家伙 我们岂不是又要被奴役到死 说话的是那名媚魔女子 她的唇角却是擒着一抹淡淡的笑容 对于凌晨成为神魔图卷的新主人 她反而有点高兴 她觉得 这或许是他们的机会也说不定 魅渊说的没错 剩下的那名双手持有弯刀的魔族青年开口了 旋即道 正是年轻实力弱的新主人 才需要我们这些低等魔君的帮助 若是她实力强了 怎么轮得到我们 她肯定直接去后面的图卷空间 找更强大的魔族去了 有道理 魅渊的一双魔童骤然一亮 旋即她的嘴角便掀起了一抹弧度 那还等什么 去拜会一下这位新主人吧 话音刚落 她整个人便突然腾空而起 一双魔翼默然斩动 向着半空中凌晨那道身影的所在暴略而去 在这魅渊动身的刹那 那名手持一双弯刀的魔族青年 也是猛然身形一掠 跟了上去 将这两道流星般的魔影看在眼里 那名壮硕魔族却只是冷恒了一声 然后便直接转身离开了去 只是眨眼间 魅渊已经抵达了凌晨面前 陡然在那半空中停下 然后对着凌晨双手抱拳 属下魅渊 拜见主人 属下慈欣 拜见主人 那名弯刀魔族青年也是紧接着抵达 向着凌晨行礼 表示臣服 还有一位呢 凌晨的目光只是在这魅渊和慈欣身上稍作停留 旋即便皱起了眉头 在这第三层当中 一共有着三名魔族的首领 眼下只是出现了两位 还有一位没有来拜会他 听得这话 魅渊也是向后忘了一眼 那原先壮硕魔族所在的位置 已是空无一人 当即柳眉为促道 埋怨那家伙目光短浅 主人不会理会他 您有什么事情 找我们二人就行了 凌晨道 你们二人 已经认可我围着神魔图卷的新主人了 我们认不认可有什么用 魅渊脸上露出一抹无可奈何的笑容 就算我们不认可 您不也已经是神魔图卷的主人了 话虽如此 但如若你们今后不配合的话 我这个主人自然就成了空头掌柜 灵晨同样无奈地摊了摊手 以我现在的实力 想来也是指挥不动你们的 您要让我们配合 当然可以 不过您得答应我们的条件才行 魅渊的脸上 再度露出了一抹颠倒众生般的笑容 什么条件 出来听听 灵晨眼睛微微一亮 只要这些魔族愿意配合 提出来的条件在他的接受范围内 不是不能考虑 见得灵晨点头 魅渊也是和旁边的赤星对视了一眼 两人的脸色皆是有些松动 看来这位新主人还挺好说话的 我们这些人 都是被夜神给抓来 关押在这神魔图卷中的 按理来说 只有夜神才能够使唤我们 魅渊的魔童中闪过了一抹金光 玄疾接着说道 不过 现在夜神已经陨落 既然您成为了神魔图卷的新主人 我们这些老人 可以为您继续效命 但是 我们在为您做了一件事情之后 您就必须地答应解开神魔图卷 对我们的限制 还我们自由 话说出口 魅渊和赤星二人 眼神也是闪烁了起来 他们在这神魔图卷中待了上千年时间 心中渴望自由 如今这位新主人接管神魔图卷 正是他们恢复自由之身的大好机会 况且 也只有凌晨这个神魔图卷的主人 才能给他们自由 不行 然而出乎二人意料的是 凌晨却是一口拒绝了他们的要求 没有留下任何的商量余地 被凌晨一口拒绝 世心的脸色漠然一沉 旋即沉生道 我们为你做一件事情 你放我们自由 这是公平对等的交易 拒绝这笔交易 对你没有任何好处 他们三个人 身为这神魔图卷第三种空间的魔族首领 若是他们不和凌晨合作的话 其他的魔族根本不敢配合凌晨 凌晨即便手握这神魔图卷又有何用 连一兵一族都调动不了 神魔图卷在凌晨的手里 不过就是一张废纸罢了 第2157章细约 只做一件事情 太少 凌晨摇了摇头 这样吧 我给你们一个明确的期限 说吧 凌晨伸出了十根手指头 眼中一抹金光闪烁起来 十年 你们只需要答应为我效力十年 实现一道 我便解除神魔图卷对你们的限制 放你们自由 如何 十年 听得凌晨的这般条件 媚渊和赤心二人 也是忍不住对视了一眼 先后皆是陷入了沉吟之中 他们预料到凌晨不会轻易答应他们的条件 十年期限 对他们而言 说长不长 说短不短 如果凌晨说一百年的话 他们肯定会拒绝 但是十年的话 却还在能接受的范围之内 没错 凌晨点了点头 十年 对你们魔族而言应该不算太久 而且你们在这神魔图卷之中 少数也被困了几百年时间 十年对你们而言 算得了什么 你们若是不答应的话 那我也没办法了 十年 这是我的底线 当然 假如我在这十年之内 突破到了虚神境 能够开启后面的图卷空间 那我便会提前放你们自由 内渊文言 却是吃笑了一声 到十年之内突破到虚神境 你这小子 倒还真敢想 虚神境要是这么好突破 他们这些人 也不会卡在瓶颈上卡这么久了 凌晨现在才神功近似重天的修为 就敢说在十年内突破到虚神境 真是不知者无畏 然而他们如果知道凌晨之前那些事迹的话 恐怕就不会这么说了 十年内突破到虚神境 对其他人来说或许是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对凌晨而言 十年 恐怕太长 凌晨也只是为了以防万一 这才多输了一点时间 十年才突破虚神境 那对他而言 将是耻辱 我们答应你 并未思考太久 美渊和赤心二人便达成了一致 十年就十年 相对于他们魔族悠长的寿命 十年 不过是弹指一瞬罢了 很好 武林辰是信守沉默之人 十年后的今天 就是你们恢复自由之日 林辰这才松了一口气 有了这两大魔族高手的助力 今后遇到事情 就有了后盾保障 我们可信不过你的口头沉默 美渊摇了摇头 玄疾他便伸出手掌 只是手掌一翻 一道纷繁复杂的血印便从手掌间浮现了出来 化为了一张血色契约 浮现在了三人的面前 此乃魔神血世 一旦许下 便不可违背 若是强行违背 则会遭磨雷尸体 死无葬身之地 美渊的一双魔童之中 陡然闪过一抹冰冷之意 玄疾他将自己的手指划破 一滴鲜血从伤口处挤了出来 滴入了面前的血色契约当中 翁 在吸收了魅渊的精血之后 这魔神血世之上 也是骚然释放出一股极为恐怖的威压 这股波动 给人一种完全无法否认的感觉 仿佛这血世一旦发下 便真的这辈子都无法违背一般 紧接着 那痴心也是伸出手掌 将一滴精血给滴入了魔神血世之中 凌晨并无一丝迟疑 便伸出手指 燃血的手指点在了那魔神血世上面 在那血色契约上面掀起了阵阵波纹 同时朗生说道 我凌晨向魔神起誓 媚渊赤心二人为我效命十年 十年期限一到 我必须放他们自由 若有食言 必遭魔雷尸体 凌晨所说的每一个字 每一个音符都是进入了魔神血世当中 随后这血色契约便陡然一阵扭曲 紧接着 这血色契约便默然崩溃了开来 化为三道光束 分别没入了三人的眉心 消失不见 感受到一股无形的力量进入身体 凌晨不由得皱了皱眉 看来如果他违背誓言的话 很有可能真会遭到反噬 不过他并不在意 因为他本来就没有违约的打算 十年之旗一到 就算没有这个魔神血世存在 他也会害这两人自由 这样你们可以放心了吧 凌晨望向面前的妹渊和赤心二人 淡淡地道 两人对视了一眼 然而皆是向着凌晨单膝跪地 异口同声地道 今后主人若有差遣 我二人必当竭力完成 很好 你们先回去吧 若有事情 我届时会提前通知你们的 凌晨点了点头 不管怎么说 这两人是魔族之躯 他要将两人召唤到外界 还是需要慎重 否则一旦让人发现 他和魔族有任何关联 到时候就麻烦了 是 妹渊和赤心向着凌晨拱了拱手 然后方才转身向着下方的地面 掠了回去 在两人转身离开之后 凌晨所凝聚的血影 也是翁的一声 陡然消散了开来 外界 凌晨双眼恢复清明 脸上随即浮现出了一抹喜色 收服了两大魔族首领 以后的事情就好办了 然而 就在凌晨正准备要将神魔图卷收起来的时候 突然间 他的体内 一丝强烈的波动传荡了出来 迅速袭变了全身 凌晨面色为变 通过内视他能够看到 方才那一丝强烈的波动 不是来自于其他 正是源自于他体内的那一道血魔分身 那一道血色小人 一副跃跃欲试的模样 似乎对于神魔图卷十分渴望 那一双血红的眼睛 闪闪发亮 如果不是受到凌晨压制的话 此刻恐怕早就已经跑出去 冲进这神魔图卷当中去了 这血魔分身 似乎非常想要进入神魔图卷的世界当中 凌晨心中为感诧异 这一道血魔分身如此兴奋 就像是发现了新大陆一样 比他还要兴奋 神魔图卷的世界内 生存的全部都是魔族 或许那里的确很适合血魔分身 只是稍微一想 凌晨似乎便想通了 血魔分身一直在他体内 靠着吸食尸体的精气成长 虽然确实有所提升 但是速度却不快 或许进入这神魔图卷的世界中 能够给这具血魔分身带来蜕变也说不定 一念及此 凌晨便放开了对血魔分身的束缚 然后将神魔图卷给催动开来 紧接着 那图卷的中央 凝聚出了一个混沌漩涡出来 嗖 血魔分身就仿佛一头恶狼一般 凌晨这边才刚打开神魔图卷 他便已经迫不及待地扑了出去 冲进了那一道混沌漩涡当中 消失不见 在血魔分身消失后 凌晨也是手掌一招 将神魔图卷给合了起来 凌晨倒是不太担心 这血魔分身进入神魔图卷当中会出什么事情 毕竟这血魔分身虽然实力还弱 但毕竟是用他的精血链出来的 继承了他本体的气韵和天赋 普通的低等魔族 不可能奈何得了他的血魔分身 更别说灭掉他这一句分身了 第2158章可怕的血魔分身 况且 他作为神魔图卷的主人 一旦要是发生了什么不妙 他只需要一个念头 就可以立即将血魔分身给弄出来 不过虽说凌晨将血魔分身给放进了神魔图卷当中 但是他却并没有放松对血魔分身的关注 血魔分身一进入神魔图卷当中 便是进入了第一种的空间 第一种空间当中都是神功镜三重镜以下的低等魔族 在进入第一种空间之后 血魔分身第一时间并没有大开杀戒 当然他也没有大开杀戒的能力 而是先潜伏隐藏了起来 第一天 血魔分身都并没有动静 持续到第二天 血魔分身方才偷袭了一名神功镜一种天的牛头魔族 成功地将这名魔族杀死 在杀死了这名魔族之后 血魔分身便将这名牛头魔族吸了个干干净净 而他的身体 也是在吸收了这名牛头魔族之后 足足是长高了一截 变成了一个阴海般的大小 在第二天 血魔分身利用这种手法 一共杀死了四头魔族 而在杀死这些魔族并吸收了其体内的魔气后 血魔分身的身体 也是以一种十分明显的速度增长着 第三天 第四天 到了第四天的时候 血魔分身已经变成了一个体型健壮的青年了 和他本尊长的一模一样 唯一的不同 就是头发和眼睛的颜色是红色的 神态异常狂放 身上则散发出极为杀戮 嗜血的气息 视线当中 伴随着一声巨响 血魔分身一拳就将一头角膜给轰飞了出去 然后他的身形一闪 便出现在了那头角膜的身前 然后双手猛然探出 将角膜给抓住 紧接着 施拉一声 竟是生生地将这头角膜给撕扯成了两半 巨量的鲜血 飙射出来 然而这血魔分身眼中的嗜血和狂暴之意 却是不降反增 只见得他以肉眼可见的惊人速度 将那头角膜的尸身给吸得一前二进 而血魔分身的气息 则获得再次的显著提升 成长速度太快了 此时 一直在观察着血魔分身的凌晨 忍不住发出一声惊叹 这血魔分身才进入神魔图卷没多久 就已经跟滚雪球一般地成长了起来 刚放进去的时候 这一具血魔分身的修为连神功镜都达不到 但是现在呢 就在刚才的那一刻 已经达到了神功镜三重天的地步 三天时间 提升了三个境界 这种提升速度 太可怕了 凌晨的目光有些闪烁 他忽然有种预感 他孕育出这一道血魔分身出来 究竟是对是错 这东西简直就是怪胎 记得到了他的天赋和血脉 又修炼的是这种邪恶的魔道功法 实力简直是跳跃势地提升 若是脱离他的掌控 后果不知会有多严重 先把他放在这神魔图圈里面吧 暂时不放他出来了 凌晨只是略做沉吟 便做出了决定 然后将神魔图圈收了起来 从地上站了起来 七天时间已到 这个时候 飘雪剑的炼制 也应该是要到尾声了 然而 就在凌晨正准备问路玄通的时候 突然间 前方的柱剑池 却是猛然震动了起来 那剑池之内 所有的宝剑皆是蒸蒸作响 释放出无比惊人的剑池 将上方的空气皆是撕裂开来 吃吃作响 嗯 凌晨停住了脚步 他的目光骤然上移 只见得这剑池的上方 赫然是路玄通的身影 只见得后者默然手掌伸出 他的手中 已是多出了一个玉瓶 只见得他将玉瓶打开 顿时之间 紫色的液体 便从这玉瓶当中流了出来 在路玄通的操控之下 仿佛化为溪流一般 从天而落 向着那剑池中央的飘雪剑抱涌而下 紫色的液体 极为空灵 在那半空之中急速穿梭 最后准确无物地落在了这飘雪剑之上 吃吃吃吃吃 紫色液体 正是太虚神经所熔炼出来的液体 此时被路玄通引导 灌入飘雪剑之中 顿时间 这紫色液体便将整柄飘雪剑给覆盖 完全沾染成了一柄紫色宝剑 太虚神经所化的紫色液体 仿佛活物一般 并未在飘雪剑的表面停留太久 便是一寸寸一缕缕地向飘雪剑的内部钻去 转眼之间 便已是西数地没入了飘雪剑之中 而在太虚神经的浇灌之下 飘雪剑的气息也是变得极度不稳定起来 发出极为剧烈的颤鸣 剑身抖动不已 仿佛随时都会陷入崩溃一般 能不能顺利晋升为天神器 就看你这柄飘雪剑 能不能撑得住这太虚神经的力量了 此时 路玄通的声音也是在这半空中传了开来 它的脸色 也是变得凝重了起来 先前将这把飘雪剑放在这剑池中央 就是为了增强这柄飘雪剑的剑气 提升其坚韧程度 但是如果凌晨这柄剑终究只是凡物的话 哪怕是这座剑池 都无法让飘雪剑完成晋升 师尊辛苦了 凌晨点了点头 他相信 以飘雪剑的能耐 应该不至于会承受不住 别人不知道飘雪剑的来路 但是他身为飘雪剑的主人 多多少少现在却了解一些 这把飘雪剑其中必定蕴含着深不可测的神秘力量 不可能那么容易就崩溃 就在凌晨心念转动间 剑池中央的飘雪剑 已是爆发出极为惊人的灵力波动 视线当中 如红一般的剑芒 从飘雪剑之中迸发而出 直上九重天 仿佛将整片天空 都是硬生生地撕裂出了一个巨大的空洞 而在这般如红剑芒喷射结束后 眼前那等耀眼的光芒 也是随之暗淡 凌晨的视线 锁定了剑池中央的位置 那里的飘雪剑 已是重新变回了一柄普通的宝剑 但是其表面 却是焦黑一片 暗淡无光 似乎已经变成了一把毫无灵性的肺剑一般 吃败了吗 陆旋通望着剑池中央那一柄通体焦黑的宝剑 眉头也是顿时皱了起来 这把剑上面 已经感受不到任何气息了 看样子是废了 但是 如果晋升失败的话 那么这把剑应该会彻底崩溃 化为粉碎才是 但是偏偏剑体又是完好无损的样子 让人感到费解 第2159张剑灵画形 然而 就在陆旋通这话音刚落的刹那 弄擦一声 那一柄通体有黑的宝剑上面 却是漠然浮现出了一抹裂痕 紧接着 裂纹便陡然蔓延开来 密密麻麻 眨眼之间 就遍布了这柄宝剑的全身 凌晨眼瞳只是刚刚一缩 那飘雪剑表面那有黑的一层皮 便瞬间全部卷飞了起来 从那裂纹之间 俨然能够看到 有着极为耀眼的光芒 从那其中绽放而出 在那耀眼的光芒之中 浮现而出的 是一柄通体雪白的绝世宝剑 居然成了 在见到这雪白剑体现实的刹那 陆旋通的眼中 也是陡然泛起了一抹诧异之色 旋即它身形移动 便消失在了原地 再度出现时 已是立于剑池的上空 将自身的气势催发到了极致 只见得陆旋通面色凝重 他只是双手结印 隔空一影 下方的剑池便剧烈躁动了起来 无数的剑光 陡然从那下方的一柄柄宝剑之中标射而起 万剑齐动 密密麻麻的剑光 眨眼间 便已充斥了整片天空 去 陆旋通只是手掌一招 那万千剑光 便作然同时移动 皆是不约而同地向着那剑池中央的飘雪剑暴射而去 只见得那万千剑光 就犹如星辰万点一般 殊途同归 最后全部都没入了那飘雪剑的雪白剑体之中 声势极为浩大 凌晨 在那万千剑光 悉数没入飘雪剑的下一霎 陆旋通的目光 也是陡然落在了凌晨的身上 而后一道震耳欲聋般的喝声 轰隆隆地响彻而起 凌晨眼神一动 他的身体随之消失在了原地 一闪之下便出现在了剑池的上方 手掌隔空探出 背着飘雪剑隔空一影 剑来 嗖的一声 飘雪剑从剑池中飞了起来 发出今天的剑鸣之声 飞到了凌晨的手里 将飘雪剑握在手里 凌晨的眼中 也是漠然闪过一抹金光 旋即他举起飘雪剑 当空一挥 重重地展了下去 雪白的剑芒展落而下 轰然落在了剑池之中 所有的宝剑都是被震飞了起来 但是下一刻 凌晨的寒气就席卷了开来 将整座剑池冻结 凌晨眼中闪过一抹光芒 现在的这一柄飘雪剑 明显和以前大为不同 显然是已经提升到了天神器的层次 给他一种无比浩瀚的感觉 现在的他 已经无法发挥出这柄飘雪剑的全力了 这把剑现在应该是二星天神器的层次 陆玄通的身体也是从半空中落了下来 望着凌晨手中的飘雪剑 脸上露出了颇为满意的神色 凌晨手中的这把剑材质并不怎么样 他原以为失败的概率会很大 这次能成功晋升为天神器 连他都感到十分意外 没想到还多提升了一个星级 那更是意外的惊喜 二星天神器 凌晨的心中默然泛起了一抹喜意 天神器 还是二星天神器 这种级别的宝剑 恐怕放眼整的冬域 都是十分珍贵的存在 对于目前的他而言 那更是绰绰有余了 多谢师尊 凌晨没有忘记这把飘雪剑是陆玄通铸造的 当即他便向着陆玄通双手抱拳 脸上露出一抹感激的神色 举手之劳而已 陆玄通摆了摆手 我也没想到 你这把剑居然能成功晋阶 看来你的这把宝剑 比我想象中的要更神秘 只可惜 它的材质太过低级 否则的话 应该可以提升到更高的等级 以后若是这把剑的剑铃孕育成型的话 有机会倒是可以重塑这把剑的剑体 以天神器的规格进行重塑 将会赋予这把剑更大的潜力 初霸 陆玄通的眼中 也是漠然闪过一抹金光 凌晨点了点头 师尊说的是 好了 为师还有其他要事要办 先走一步 你若有其他事 可以再来找我 初霸 陆玄通便是漠然摆手 身体向后倒退而出 转眼间便已经消失在了半空之中 带得陆玄通离开之后 凌晨方才脸色松缓了下来 他轻轻地将手中的飘雪剑给抬了起来 然后将一缕真器注入了其中 飘雪剑本就神秘莫测 如今晋升成为天神器 必然更加不同凡晓 凌晨立刻就想探上一探 看看这飘雪剑晋升成为天神器之后 究竟有没有发生蜕变 真起 迅速就灌满了整柄飘雪剑 在雪白的剑体上面上下流动 激发出无与伦比的剑气 但也仅此而已 直到这一缕真器吞去 凌晨也并未感觉到 这把飘雪剑有什么特殊异常之处 奇怪了 感受到这把飘雪剑的平静 凌晨忍不住皱起了眉头 看来他想要进一步发掘 这把飘雪剑中藏着的隐秘 暂时是失败了 然而就在他正准备要将飘雪剑收起来的时候 突然间一抹异常冰冷的波动 却是骤然从这飘雪剑的极深处传荡而出 嗯 凌晨的眼中陡然泛起了一抹惊诧之意 在他的视线当中 一缕惊人的寒气从雪白溅体之中喷射而出 令得周遭的天地温度急速下降 雪花飘落 紧接着凌晨便是能够见到 在那凛冽的寒气当中 赫然是有着一道人影 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凝聚成形 这是不过数个呼吸的时间 在凌晨震惊的目光中 人影已是幻化成了一名白衣女子的模样 并且那般形象轮廓 也是越来越清晰了起来 最后 在凌晨目瞪口呆的视线中 一只雪白无暇的狱卒 也是从那寒雾之中踏了出来 玄机那名白衣女子 便随之而现身而出 完全呈现在了凌晨的面前 这白衣女子 容貌绝世无暇 她的气质 雍容华贵 虽然年纪轻轻 但是给人一种强大的压迫感 仿佛就像是一位来自寒冰世界的女王 降临在了她的面前 彼氏 飘雪剑的剑铃 震惊持续了几个呼吸的时间 凌晨终于是反应了过来 惊诧无比地说道 但是她的脸上的金色 却是有增无减 变得愈发浓郁了起来 第2160章神国来人 没错 白衣女子不知可否地点了点头 算你这小子 还有点眼力见 你还真是剑铃 凌晨眼睛一亮 神色十分诧异 可是 你是什么时候进入飘雪剑之中 她可没印象 什么时候这白衣女子钻进了飘雪剑当中 她可不记得有这回事 那就早了 白衣女子冷冷地说道 在你们刚在下借助剑纳惠尔 我就已经进入飘雪剑中 成为她的剑铃了 只不过 你今日将飘雪剑中注为天神器 我才能幻化人形 与你沟通 听得这话 凌晨心中的诧异也是愈发浓郁 她没想到 当初在天原大陆驻剑的时候 剑炉之主费尽心思 引来五届的剑铃驻剑 没想到 当初进入飘雪剑中的 就是眼前的白衣女子 之前数次遇难 都多亏了你的帮助 我该好好跟你说声谢谢 凌晨向着白衣女子拱了拱手 之前的好几次获救 都是飘雪剑救了她 如今看来 这些都是白衣女子的功劳 你若是中途挂了 我这个剑铃 岂不是永无翻身之地 白衣女子那张冰冷的脸上 依旧没有太大的感情波动 如今看来 我之前做的事情不算百废 她现在能够幻化人形 都是靠着飘雪剑成为了天神器 否则的话 飘雪剑只是一把初阶的神器 根本不足以让剑铃化形 凌晨只是稍微打亮了 一下眼前的白衣女子 旋即便皱起了眉头 看阁下的气度 即便放在五届当中 也绝不是常人 怎会沦落为剑铃 一般的剑铃 怎会有如这白衣女子这般的能耐 她有预感 这白衣女子绝不是普通人 必定有着了不得的身份地位 这些你现在没必要知道 白衣女子摇了摇头 却并没有要告诉凌晨的打算 以你现在的实力 知道太多对你没任何好处 等时机一到 我自然会告诉你 好吧 凌晨点了点头 她现在的实力 的确还很弱 这点她自己也承认 她原本只是打算要了解一下 没想到白衣女子连一点资讯都没打算告诉她 看来对方的身份 的确怕是有着了不得的来头 目前还是少接触为妙 有件事情 我的先提醒你 白衣女子又开口了 虽然我是你的剑铃 但是你可别想使唤我 我若是乐意帮你 自然会帮你 但我不乐意 你也别想命令我 听的这话 凌晨也是感到有些哭笑不得 这哪是剑铃 这分明是养了个姑奶奶吧 不过凌晨当然不会和她计较 毕竟算是她的救命恩人 养着就养着吧 关键时刻 说不定能派上大用场 就在凌晨正欲要点头答应的时候 突然间 不远处 却是有着破风声响起 似乎有人来了 不过 就在这般动静刚传来的瞬间 凌晨面前的白衣女子 便立即消散了开来 化为一大片雪花 消失在了面前的空中 回到飘雪剑中去了 稍后 一道人影在不远处落下了身形 却是唐宇柔 唐师姐 你怎么来了 凌晨的目光 落在了来人的身上 然后便迈开步子 迎了上去 唐宇柔道 叶师弟 你现在立刻跟我去一趟前殿 有人找 不 什么人 凌晨有些意外 他在五节当中 可不认识什么人 谁会上天见院来找他 不知道 不过来人身份似乎很尊贵 就连院主和长老们都对他非常恭敬 陪同他前来的 还有圣灵院的长老和圣武成成主 都是大人物 唐宇柔翘脸十分凝重 对着凌晨说道 是妈 凌晨皱了皱眉头 圣灵院长老和圣武成成主 那的确可都是在整个冬域之中具备巨大影响力的大人物 这样的大人物陪同 来的究竟是什么人 这样的人 找他做什么 师姐请带路 凌晨眼中的金光缓缓收敛 不管是什么人 先去看看再说 跟随着唐宇柔 两人皆是向着神剑风之外掠去 天剑院 前殿 此刻的前殿之中 已是聚集了大批的人影 这些人 都是天剑院的高层 院主长老级别的人物 现在却齐聚一堂 平日里 恐怕只有召开高层会议 才会聚集如此多的长老 但是今天 却只因为有客人来访 便如此兴师动众 只应来的这位客人 身份特殊 对方具体的身份 就算是天剑院的长老 都并不知道 他们只知道 这位客人 是圣灵院的贵宾 即便是陪同的圣灵院长老 都是对此人十分恭敬 那天剑院又怎敢怠慢 天剑院 不过是圣灵院下面的一个分院而已 司徒长老 这位客人究竟是什么来路 难道说 他是神王府的人不成 说话的是一名中年剑客 眉目间透露出沉稳刚毅的味道 此人 乃是天剑院的院主 方白宇 他的目光 时不时地打亮着不远处的一名银袍男子 这名银袍男子 眼眸之中 贵气逼人 仿佛天生的贵族 对方的实力 更是深不可测 恐怕很有可能达到了真神境的层次 而他此时正问话的 则是圣灵院的一位核心长老 名叫司徒一方 即便是在圣灵院中 那也是十分尊崇的存在 如今对方却屈尊来到天剑院之中 让他有种大事发生的感觉 神王府的人 还犯不着让老夫如此客气 司徒一方摇了摇头 玄机眼中泛起了一抹金光 语气十分凝重地道 这位银尘兄 是永恒神国的人 什么 永恒神国 听到这四个字 方白宇的眼珠子几乎都掉了出来 脸上充满着震惊的神色 神王府 在冬域之中 的确是具无霸级别的存在 其势力就算是圣灵院也略有不及 但是 圣灵院却并不具神王府的势力 然而 永恒神国 这却不是局限于冬域的超级势力了 而是在五界中独立开辟空间 建立国度 王朝的恐怖存在 乃是整座五界的巨无霸 即便是冬域神王府 也无法和永恒神国这种层次的势力相抗衡 这种级别的势力 按理来说 不会和他们天剑院产生任何的交集 今天怎么会突然派人降临他天剑院 给他一种心惊肉跳的感觉 永恒神国的人 为何会找上我们天剑院区区一名弟子 方白与目光闪烁不定 玄疾面色一变 难道说 凌晨得罪了永恒神国的人 刘洛优优独立开辟空间 地面与目光闪烁地面 刘洛优独立开辟空间